我生日那天,男朋友的白月光回来了,他在众目睽睽下带走他,抛下了我,白月光三番五次向我挑衅,听说他们要同台演唱,我会让他们终生难忘。 整个高中的同学都知道,周知翰跟我谈恋爱,是在跟他的白月光赌气。 高考前三个月,他们为了选择考拿所大学而吵架。 顾若若想去国外留学,周知翰不同意,于是周知翰为了气顾若若,跑来向我表白,跟我谈恋爱。 我牵着不喜欢我的男人,就这样我们考到了同所大学,同个专业。 高中有人跟我们读同所大学,他们都说,我只是周知翰无聊生活中的一个消遣罢了。 只要顾若若一出现,周知翰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他的白月光。 我们从高三的三月份,一直到了大三的三月份,整整三年。 我觉得周知翰是喜欢我的。 他迁就了我跟我考一所大学。 他每天都会给我买早餐。 我大姨妈痛的时候,他会煲鸡汤给我喝。 他还对我承诺过,大学一毕业,我们就结婚。 甚至我们在学校很高调地牵手,溺外在一起,还成为学校里面最羡慕的情侣。 就在我二十一岁的生日那天,顾若若出现了,也是在我生日的那一天,他们在一起了。 我生日那天,周知翰请了很多高中同学,只是没想到顾若若也来了。 这个气氛突然变得尴尬起来。 我还听说他回国内读研究生,考进我们大学。 今天是嫂子的生日,来,嫂子许生日愿望,吹蜡烛了。 说话的人是周知翰的好哥们。 我知道他在替我解围。 我扯了扯嘴角,没有一点高兴。 就在这样尴尬的情况下许了愿望和吹了蜡烛。 有个同学突然打趣道,现在顾大美女,你现在回国了。 可惜名草有主,你只能望着了。 我知道他在寒沙摄影的想要表达什么内容。 只见周知翰猝起眉头,不悦地提醒道,别在那里阴阳怪气。 今天是清清生日,要是谁惹他不高兴了,就给我滚。 清清和周知翰的关系可好着呢,你们这些别当乌鸦嘴。 我的好闺蜜宋希月替我说话,同时也是在警告顾若若。 吃饭间,顾若若时不时充满怨恨和不甘地看向我。 饭吃到一半,顾若若起身去上洗手间, 我看着周知翰的眼神一直跟在他的身后。 我默不作声,继续用餐,突然从外面传来巨大的争吵声。 本来大家都没有理会,直到一句话声音传进房间。 顾若若,你以为你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千金小姐吗? 你家都快破产了。 这句话刚落,首当其冲冲出去的就是周知翰, 其他人只是想做个吃瓜群众。 我也起身跟了上去。 我走到门口,就看到周知翰着急地询问。 若若,你家怎么了? 顾若若还没来得及开口回答。 就听到对方男人嚣张地说, 顾家公司出了问题,说不定马上就要倒闭了。 不过你可以求我,兴许我会帮你家渡过难关。 顾若若仰起下巴,一如既往的高傲, 眼神充满不屑, 我家只是暂时资金链出现问题, 并没有到破产的地步。 对方男人喝了酒,就有点控制不住情绪, 上前伸手就想碰顾若若。 手伸到一半还在半空中, 就被另一只手制止住了。 那是周之汉的手,他一把推开那位男人, 拿开你的脏手。 看到这一幕,我的心凉到谷底, 尽管我提前预料, 可真正看到的时候, 却难受无比期待已久。 那个男人瞪眼质问周之汉, 你是谁? 大哥,这位是周家公子。 他男人身后的小弟连忙提醒道。 男人听后,冷哼一声, 然后转身离开了。 然而顾若若回过神来一样, 一下子委屈地哭了起来。 下一秒, 他被周之汉紧紧地抱在怀中。 周之汉低声安慰, 没事了。 然后,周之汉当着所有人, 带走了顾若若。 留下我还站在原地。 这天晚上,周之汉没有回学校。 顾若若第二天在学校贴吧里, 发了一个询问贴, 标题是跟曾经的追求者在一起, 他只爱我一人。 提问, 家人们, 你们曾经的追求者还在吗? 佩图是清晨的阳光照进来酒店的落地窗, 一男一女穿着浴袍背对着镜头。 是的, 他在讽刺我, 周之汉只爱他一人。 半个小时后, 这条帖直接在学校里面火了, 纷纷都跑去围观。 有人帖子里面直接问, 这背影有点像经济管理系的周之汉。 他身边女的是谁呀? 不像顾青。 我听说是他的白月光, 高中的时候白月光出国了, 没在一起, 现在来我们学校读研究生了。 我去, 那不是出轨了吗? 不是吧? 周之汉和顾青是学校里公认罪恩爱情侣, 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那顾青岂不是就被这么一脚给踹了? 真可怜。 这些评论还是宋熙月念给我听的, 我们从小学, 哪怕现在到了大学, 都在一个班读书, 所以我的事情他也很知道。 他替我愤愤不平, 这个周之汉到底是几个意思? 昨天你生日, 当那么多人的面护顾若若也就算了, 还直接把他带走了。 这也算了, 竟然两个还去开房。 顾若若故意发帖, 就是为了挑衅你的。 我看着这些评论, 就好像势不关己, 非常淡定。 宋熙月想了想, 说, 你赶紧发一张你们的合照, 让顾若若那个绿茶打脸。 我不情愿地翻遍了手机, 却没有一张跟他的合照, 却无意间翻到一张周之汉高中时, 穿着校服在座位上远望的照片。 阳光洒在他的身上, 脸微微一侧, 像极了我心里的那个少年, 再也没有梦见过的少年。 直到宋熙月的骂声, 将我从回忆中拉回现实。 周之汉是故意的吧? 我憋回眼中点点泪水, 疑惑地抬头看向他。 怎么了? 宋熙月把手机递给了我, 你自己看看。 我看见贴吧里被置顶的楼层, 是周之汉的发言, 上面写着, 三年前的那个女孩, 又回来了。 这无疑是告诉了全部的人, 她抛弃了我。 像昨天一样, 在我最重要的时刻, 把我丢在原地。 我心寒一笑, 我想跟她分手。 第二天, 我像往常一样去上课, 可是走在路上, 却多了其他人的小声议论。 一进教室, 就见顾若若也在, 班上的其他同学, 在我进门的那一刻, 瞬间沉默了。 他们用看戏的目光, 在我和她之间来回切换。 她见到后, 站起来笑咪咪地向我挥挥手, 轻轻。 我心中冷笑, 她是怎么做到这样若无其事的。 我对她敷衍地点头一笑, 走到另一边。 她上前挡住我, 一脸歉意, 轻轻, 昨晚的事情对不起, 没想到大家这么有洞察力, 看出来是她, 她只是在安慰我, 其实我们什么也没有发生。 倒是让你受委屈了, 说什么我一回来, 她就把你踢开了, 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 她脸上多余地担心, 好像很名正言顺地表现出来。 她显然已经忘记自己, 是个第三者。 我丝毫不在意地笑了笑, 我是周之汉的女朋友, 能受什么委屈? 宋希月也在旁补充道, 轻轻昨天很高兴, 倒是你那帖子一发, 大家骂你是第三者。 真是的, 明明你和周之汉 是该被子纯聊天嘛。 顾若若听了这话, 脸上的笑容瞬间僵硬, 然后消失不见。 她靠近我一步, 一脸不屑地冷哼一声, 压低声音说道, 轻轻, 我才是之汉喜欢的人, 你不过是我的替身而已。 马上就要上课, 我懒得跟她多说话, 正想要绕过她走到后面一排坐下。 就在我跟她擦肩而过的时候, 手突然被拉住了, 还未等我反应过来, 就听到一声惨叫。 是顾若若, 她自己摔在了地上, 膝盖磕到了阶梯处, 然后磕破了皮, 还有点流血。 她摔倒的那一个画面, 正好被周之汉看见, 她担心地皱起眉头, 快步上前来到顾若若的身边, 将她小心翼翼扶起来。 若若, 你怎么了? 周之汉担忧地询问道, 下一秒, 顾若若就患上一脸委屈的表情, 眼含泪水地望向周之汉。 之汉对不起, 我今天自作主张来找清清, 是想告诉她, 昨晚的事情是个误会。 可是清清不听也就算了, 还说我是第三者, 嘲笑我们盖着被子唇聊天。 说着说着, 她的泪水猛地落下。 周之汉听后微微醋眉, 心疼至极, 看着她的眼神也温柔似水, 当看向我时就变得冷漠。 就在那一刹那, 我竟然有点羡慕顾若若。 有人心疼担心, 有人把她放在心肩上。 而那个把我放在心肩上的人, 今年应该是个三岁小孩了吧, 一旁的宋夕月实在看不下去了, 冷声提醒道, 周之汉, 顾清才是你的女朋友。 你们在一起三年了, 你说过要跟她结婚, 忘了吗? 顾清不是物品, 是你名正言顺的女朋友, 你现在这么对她, 你是个男人吗? 她以前对我的疼爱, 不过是基于另外一个女人, 没有出面罢了。 她紧握着顾若若的手腕, 语气格外的平静, 我是喜欢过顾清, 可是现在若若回来了。 对不起, 我的心里从始至终只有若若, 顾清, 我们分手吧。 她的脸上不带一起, 愧疚和犹豫, 就这么毫不留情地将我抛下。 她的白月光回来了, 她要去追逐她的白月光了。 哎, 她的白月光都回来了, 可是我的白月光再也回不来了。 我取下手上她送给我的订婚戒指, 塞进周之汉的手中。 是的, 就在半个多月前, 她当着很多人的面, 给了我一个偌大的求婚仪式。 现在想想, 这一切就是一个笑话。 冷冷地回答一个字, 好, 然后从他们的身边绕过, 走到最后一排默默坐下。 周之汉横抱起顾弱弱, 然后离开了。 其他的看客默默地没有出声。 从头到尾看完这件事, 然后沉默。 周之汉, 我们之间也彻底结束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这几天总是没有精神。 星期六我被饿醒了, 一看时间竟然是十二点了, 于是初寝室买了一堆吃的回来。 清清, 你中午怎么吃了这么多东西, 不撑吗? 我看着桌上的残留, 一碗炒饭, 一碗麻辣烫, 还有我正在吃的关东煮。 好像确实有点多了, 不过我总感觉才刚刚吃好。 宋习月把他的手机递给我, 周之汉那个渣男竟然跟顾若若表白了, 真是让人恶心。 我看朋友圈, 这是昨天晚上九点多, 围观群众发出来的。 照片里的顾若若抱着玫瑰被周之汉揽在怀中, 两人都笑得非常开心。 真的是一对很般配的狗男女。 突然, 我心里一阵恶心泛起, 我赶紧跑到厕所, 刚才吃的东西全都吐了出来。 清清, 你这是怎么了? 宋习月见我从厕所出来后, 赶紧递给我几张纸巾, 关心地问道。 我无力地摇摇头, 吐了, 没事。 她用奇怪的眼神上下看我一眼, 若有所思一番, 最后问道, 你不会是有了吧? 你已解锁后续彩蛋。 六, 在宋习月坚持下, 她把我带去了医院。 路上我的心忐忑不安, 因为我发现, 这两个月, 我大姨妈都没有来, 而且我最近还有试睡恶心的现象, 难道真的是怀孕了? 到了医院, 在一系列的检查下, 最后得到报告, 怀孕八周。 宋习月看到报告后, 非常激动地来我的手, 清清, 你有宝宝了, 你要当妈妈了。 然而, 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这个孩子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小心翼翼地 把手轻轻地放在肚子上。 我的肚子里面, 真的有一个孩子吗? 为什么我感觉不到她的存在? 顾女士, 你有小产的迹象, 回去后一定要格外注意, 不能大喜大悲, 知道吗? 医生的叮嘱叫醒了发呆的我。 我迷茫地抬起头, 最后重重地长叹一声, 医生, 我不打算要这个孩子。 医生愣了愣, 促起眉头, 询问道, 为什么? 这个孩子是很健康的。 我自嘲一笑, 我和男朋友解除婚约了, 所以还是不要好了。 医生听后, 也惋惜地轻叹一声, 这是一个生命, 你可要想好了。 我点点头, 不带一丝犹豫, 我已经想好了, 请问医生, 我什么时候可以做手术? 医生一边写着单子, 一边回答道, 下周一, 做完手术后, 一定要好好调养身子, 不能碰冷水, 多喝点汤, 要是这段时间不调养好, 以后身子弱了, 就很难怀了。 我轻轻点头, 好的, 我知道了。 我们一出医院大门, 好巧不巧, 竟然遇到了周之瀚和顾若若, 他应该是带他换药的吧? 周之瀚脸上对我难得有几分关心, 清清, 你脸色不好, 是不舒服吗? 我冷淡地看他一眼, 没事, 宋夕月看不下去, 为我打着抱不平, 周之瀚, 你知不知道清清他, 我连忙打断, 夕月, 我们要赶紧回学校了。 我做梦, 梦到一个高中模样的男生, 穿着校服, 怀里还抱着一个小孩子, 他腻着光站着, 我怎么看, 也看不清楚他的脸。 但是我总觉得, 是他回来了, 怀中抱着的, 还是我那还未出生的孩子。 我很高兴, 向他跑去, 可是我跑了很久很久, 发现还在原地踏步, 猛得我被吓醒了, 发现全身都被汗水打湿。 清清, 你做噩梦了吧? 宋夕月关心地问道, 我回过神, 已经是几分钟后,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看向宋夕月, 夕月, 我梦到他了, 虽然看不到脸, 但是我能感觉到, 是他。 宋夕月听后, 猝起眉头, 他要是知道, 你现在过得这么不开心, 多难过呀, 我忽然想到什么, 赶紧起床收拾东西。 清清, 你干什么去? 宋夕月见我有些匆忙, 问道, 我说, 他有样东西在周知翰身上, 我得把它拿回来。 说完, 我给周知翰打电话, 过了好久, 才接通。 对方, 却传来顾弱弱的声音, 清清, 知翰还在休息呢? 他昨天累坏了。 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毕竟他现在是我的男朋友, 你跟他联系, 好像有点不太合适呢。 他的话很得意, 像是胜利者在炫耀一样。 可我完全不在意他的挑衅。 我冷声说道, 告诉周知翰, 明天我来拿东西。 什么东西呀? 顾弱弱好奇地询问道, 我说, 他戴了一条项链。 欧顾弱弱的尾音拖得很长, 然后若无其事地回答道, 你说的那条项链呀。 被我扔掉了。 他最后五个字, 说得云淡风轻。 我整个人愣住了。 他知道这条项链 真正的主人是谁。 所以, 他是故意的。 下一秒, 我失控了。 我怒吼道, 你怎么敢的? 你怎么敢的? 说完后, 我哭了, 整个身子都颤抖了起来。 宋锡月看见后, 赶紧安抚着我的情绪。 轻轻, 你可不能激动啊。 说完拿过我的手机, 对顾弱弱说道, 顾弱弱, 你现在在哪里? 除非你和周之翰从此以后 再也不来学校了。 这样的话, 你可以不说。 我在电话里, 听到周之翰的声音, 弱弱, 是的电话。 是, 轻轻的。 顾弱弱的声音有很多。 我拿过电话, 质问道, 周之翰, 你在哪里? 对方没有回答, 我的声音又大了几分, 在哪里? 周之翰兴许知道 我真的生气了, 才缓缓开口, 嘉兴酒店1407。 挂完电话, 在宋希悦的陪伴下, 我们来到嘉兴酒店1407。 这是一家五星级酒店, 他们住在行政套房里。 我们到的时候, 他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我快步走到周之翰面前, 项链呢。 周之翰下意识地摸了摸脖子, 但一片空。 他看向顾弱弱, 猝起眉头, 问道, 若若, 项链呢? 顾若若心虚地低下头, 吞吞吐吐地回答道, 我看你项链的款式过时了, 所以就扔了。 他见我们的表情都很沉重, 很快眼含泪。 对不起, 我不知道这是清清送给你的, 如果是的话, 我就不会扔了。 他一脸忏悔地看向我, 样子楚楚可怜, 对不起啊, 清清, 我把你给之翰的一片心给丢了。 顾若若永远在周之翰面前装出很单纯的样子, 他见我直勾勾地冷冷地看着他, 一旁的周之翰却迟迟没有反应, 于是顾若若一下子扑到周之翰的怀中, 大哭起来, 自责道, 之翰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这条项链对你来说很重要。 清清, 你打我骂我吧, 千万不要责怪之翰。 顾若若哭得很委屈, 倒是像极了是我在欺负他。 周之翰将他拦在怀中, 手掌轻轻抚平着他的后背, 若若, 不怪你, 那条项链丢了就丢了。 听到他最后轻描淡写的五个字, 我彻底怒了, 歇斯底里地质问道, 周之翰, 你是怎么能够说出这句话的? 被我这么一吼, 他们身子明显一颤。 宋熙月在旁赶紧提醒道, 清清, 你不能情绪激动。 周之翰听后, 连忙站起来走到我的面前, 他很敏锐, 再加上昨天在医院碰到, 似乎已经猜到了, 他不可思议地问道, 顾清, 你。 周之翰见我身子在微微颤抖, 想要来抱住我。 我往后小退一步, 根本不想跟他有任何的肢体接触, 因为我觉得恶心。 别碰我。 我眼中的泪水不受控地落下, 然后死死地盯着他, 充满恨意。 周之翰, 你知道那条项链对我来说有多重要? 你竟然允许这个女人 丢掉那条项链? 我一想到周之翰刚才满不在乎的表情, 心里就来气, 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 他愣住了, 旁边的顾若若也愣住了。 你凭什么打他? 顾若若走到他身边, 质问道, 我冷声一笑, 周之翰, 我知道你对你的白月光极不可耐, 但是那是我的东西, 你凭什么任由他扔掉? 这是他的东西, 你怎么舍得? 我瞪大眼睛, 咬牙切齿地说道, 我的怒气让我颤抖起来的身子更加明显了。 宋夕月终究是看不下去, 走到我旁边, 说, 周之翰, 你知道, 轻轻他有了你的孩子。 这句话一出, 周之翰彻底愣住了, 而宋夕月却慌了。 星期一, 在宋夕月的陪同下, 我来到医院, 路上, 周之翰不停地给我打电话, 我直接挂断, 他不停地给我发短信, 问我今天为什么没有去上课, 问我为什么不接他电话。 他说他想见我, 跟我好好地谈谈, 但是我不想跟他谈, 毕竟马上, 我们之间的最后的联系, 也快没有了。 进入手术前, 被打了麻药的我, 进入了我人生中最美好的记忆中。 那一年, 我上高一, 碰到了我人生中最爱的男孩。 我跟我一个班级, 但是顾弱弱的成绩不好, 所以他经常为难我。 有一次, 他带着他的姐妹堵住了我, 一脸嚣张, 眼里面却充满不屑。 顾青, 你说你每次不是考第一, 就是考第二, 考那么好干嘛呀? 我面无表情地看向他们, 顾弱弱见我不理他, 气得扯着我的头发, 问你话呢? 你是聋了吗? 我感觉我的头发好像要被扯出来一样, 很痛, 但是我没有表现出来, 面不改色地回答道, 上个好大学。 听到这话的顾弱弱松开了我, 对着他的姐妹笑了笑, 你们听听, 他想考个好大学。 然后嘴角微扬, 满眼地看不起, 就算考个好的大学, 那又怎样? 最后还不是给我们打工, 我没有理他们, 对于生下来就含着金钥匙的他们, 根本不懂得读书对于我这个孤儿来说有多宝贵。 我在孤儿院长大, 孤儿院的妈妈告诉我, 想要过上好生活, 就要好好读书。 顾弱弱扬起下巴,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顾青, 你下次不准再考这么好, 听到没有, 不然我要整死你, 我没有理他, 没想到你耳朵竟然这么聋, 既然如此, 留着这耳朵有什么用? 顾弱弱气地跺脚, 抬起手向我伸来, 只是他的在半空中就被抓住, 紧接着我被一个人男生护在身后。 他可是我的学习搭子, 他一改往日的语气, 声音格外冷漠, 而欺负我的人, 一句话都不敢说, 他直勾勾地看着顾弱弱, 低声提醒, 要是你再带人为难他, 我让你在学校不好过。 他就是周之汉的表格, 周之白, 学生们公然地笑草, 出名的学霸。 我们成绩都很好, 经常一起出去参加各项的比赛, 是老师最喜欢的学生, 也是家长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从那天起, 我们一起学习, 下课后一起吃饭, 一起代表学校参加比赛。 它就是我生命中的白月光。 我做完手术, 没有回学校, 我给辅导员请了半个月的假。 宋夕月在外面租了一套两室一厅, 也请了假, 照顾了我半个月。 这半个月, 我手机关机, 没有联系任何人。 休假完后, 我回到寝室, 听到旁边寝室的同学说, 周之汉疯了一样, 找了我半个月。 我只是冷淡回应, 我的身体还是很虚弱, 整个脸都没有血色。 星期天的天气很好, 我想出去晒晒太阳。 刚出寝室楼, 我就看见周之汉在大树下, 看见我后, 着急地跑过来, 一脸担心, 轻轻, 你这半个月去哪里了? 辅导员说你请假了, 你的脸色这么苍白。 你现在有了身孕, 要是贫血就麻烦了, 我带你去医院看看。 对于他的关心, 我的心没有一丝波动, 冷淡回答, 不用了。 孩子我打掉了, 你也不用在心里纠结要不要对我负责。 周之汉不可置疑地睁大眼睛, 愣了好几秒。 他的情绪突然变得激动, 顾青, 你竟然把孩子打掉了。 我怕你情绪激动, 孩子有事, 我问了若若, 若若没有把项链丢掉, 只是藏了起来。 他情绪激动到将我的双肩狠狠捏住, 额头青筋直帽, 低声质问, 那可是我们的孩子啊。 你怎么舍得? 我面无表情地抬起头看向他, 周之汉, 你知道的, 我从始至终爱的人都不是你。 你的孩子, 我为什么会舍不得? 就像我生日那天, 你在众人面前抛下了我, 你的心里曾有过一分的不舍。 你没有, 一点也没有, 因为你爱的人也不是我。 所以, 何必在这里惺惺作态呢? 我以前以为, 你们拥有同一个性, 流着周家的血会很相似。 可我突然发现, 你从来不是他, 也代替不了他。 周之汉知道我口中的他是谁, 只见他的眼中流出眼泪。 这真是一件稀奇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厌恶, 我笑了笑, 我们在一起, 本来就是互相利用。 你又何必在这里故作深情呢? 而且, 我们已经分手了, 难道, 他不等我的话说完, 就打断了我, 分手。 我只是说的气话, 我现在后悔了, 你消失的这半个月里, 我真的很担心。 我晚上一闭上眼, 满脑子都是你。 顾青, 我已经爱上你了, 我不会和你分手。 我要和你结婚。 这个时候, 躲在树后的顾弱弱, 颤颤巍巍地走了出来, 整个人都显得失魂落魄, 满脸泪水, 显得格外狼狈, 他小心翼翼地看向他。 周之汉,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周之汉的话, 对于我来说, 是今年听到最可笑的笑话。 我不可置信地笑了笑, 周之汉, 我没听错吧? 你要抛下你的白月光, 跟我结婚。 顾弱弱极了, 原地跺了跺脚。 之汉, 你真的不要了我吗? 你真的要跟青青结婚了吗? 现在学校全部人都知道, 你跟我表白, 你要跟我结婚, 你现在抛弃了我, 不是要让全校人看我的笑话吗? 之汉, 我为了能跟你在一起, 早早就完成了国外的学业, 专门选了跟你同一所大学, 就是为了你啊。 你现在真的要为了青青, 抛弃我, 然后跟他结婚吗? 他的声音很软, 很卑微, 站在原地低头哭着。 青青, 对不起, 求求你不要抢走之汉好不好。 我现在只有他了, 如果我没有之汉, 我会活不下去的。 说完, 他哭着跑着离开了。 周知汉看着他的背影, 皱起眉头犹豫了很久, 最后看向我, 顾青, 对不起。 我并不意外他对我的回答, 因为在他心里面, 顾若若永远都是第一位。 刚才对我说的那些话, 简直是虚伪至极。 我冷冷笑, 周知汉, 你的深情我担待不起。 你的那些话, 在我眼中, 就是一个屁, 放了后, 只能闻到恶心的臭味。 你跟谁在一起, 也不关我的事, 我们早就没有关系了。 周知汉看着我欲言又止, 最后还是没有说话, 然后转身去追顾若若。 半个小时后, 我收到周知汉的信息, 他说顾若若割脉自杀, 但还好未遂。 不过我知道后, 心中却无比高兴。 几天后, 我在校园里碰到了顾若若, 她的手上还缠着纱布, 却一脸春风得意。 她在我的面前停了下来, 就像高中那样, 眼中带着不屑, 仰起下巴,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顾青, 你看到了吧? 就算你有孩子, 又能怎样? 只要我一哭一闹, 知汉还不是会乖乖回到我的身边, 看都不会多看你一眼。 毕竟, 只有我才能给她生孩子, 你不过是她无聊时的一个消遣罢了。 你就是她的玩具, 玩你后, 自然要被丢掉。 以前高中有人护着你, 现在可没有了。 你可要小心点哦。 对于她的挑衅, 我一点也不怕。 朝她走近一步, 低声说道, 是吗? 不过没关系, 我手里可有你的秘密, 大可以走着瞧。 她听后, 笑容立马僵硬住, 面容瞬间变得害怕起来。 我低声警告道, 你最好, 还是不要惹我。 在暑假的时候, 周知汉向顾若若求婚了。 求婚仪式非常隆重, 是在迪士尼乐园里面举办的。 那天顾若若穿着公主裙, 站在城堡前, 被迪士尼的卡通人物围住,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周知汉一身西装, 就在城堡前, 单膝跪地掏出戒指。 最后以城堡为背景, 拍下手中的大钻戒, 发了短视频, 并配文, 我的王子终于跟我求婚了。 我看见后, 花了两百块帮他上热搜。 在我的预料之中, 这条视频果然爆了。 周家有钱, 顾家也不穷。 他们两人也算是狼心狗肺, 门当户对。 开学已经是大四了, 好巧不巧, 我竟然碰到了顾若若。 他抬起手向我挥挥, 轻轻, 好久不见。 是的, 他在故意不经意间, 向我炫耀, 戴在手上的大钻戒。 暑假的时候, 知汉在迪士尼向我求婚了, 你知道吗? 高中的时候, 我就对他说过, 我希望以后我的男朋友 会在迪士尼城堡前向我求婚。 没想到快四年过去了, 他竟然没有忘, 还记得我的愿望。 他还是喜欢向我不停地炫耀, 他以为我会生气, 可是并没有。 我就说嘛, 知汉的心里面只有我一个人, 其他人只有靠边站。 对了, 知汉说了, 我们一毕业, 就跟我订婚, 然后就是结婚。 他说, 要给我一场海边婚礼, 还要为我铺上 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朵玫瑰花呢, 一想想就觉得很浪漫呢。 我非常赞同地点点头, 是很浪漫, 如果配上玫瑰花的葬礼, 那就更符合实际了。 顾若若见我诅咒他, 气得脸上笑容全无。 顾青, 你现在只会嘴上骂我, 还能拿我怎么样? 他仰起头, 趾高气昂的模样, 掩饰着他的气急败坏。 他甩了甩头发, 我不跟你多说了, 学生会专门邀请我和知汉, 在迎新晚会上唱歌呢。 唱歌? 呵呵, 好的。 周知汉学长, 顾若若学姐, 我会给你们一个永生难忘的同台表演回忆, 让你们得到所有人的祝福。 就在他们在一起后, 我收到一个匿名的快递, 里面是一个U盘。 U盘里装的是周知白真正死亡原因。 没想到竟然有人录了视频, 最后给了我。 迎新晚会上, 学校搞了直播。 周知汉和顾若若两人牵手上台演唱着, 后面的Led屏上是甜蜜的动画。 就在第一段唱完后, 后面Led屏已经换了画面。 画面是在一条巷子里面, 只见顾若若一脸吃惊, 来的人竟然是你。 她的身后是一群社会小混混。 我说过, 有我在, 你别想欺负顾青。 男生的声音在此刻很冷漠。 她在警告, 顾若若笑了笑, 我不信你这么爱她, 男生没有理她。 顾若若两眼发红, 情绪激动起来, 你爱顾青, 爱到可以为她去死吗? 可以。 男生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顾若若显然不敢相信, 上前抓住男生的衣领, 她根本配不上你。 她身后的混混也围住了男生, 最后在一阵纠缠后, 男生倒在血泼之中。 而我至今记得, 那天我在学校门口等她, 却迟迟不见她的身影。 这个视频让新生们轰动起来, 而且又在直播, 所以看到的不只是新生。 电脑被操控, 哪怕想关掉也不行, 就在顾若若恐惧中, 播完了这段视频。 顾若若整个身子都颤抖着, 上前抓住周之汉的手, 哽咽地说, 之汉, 那只是一个意外, 我也不知道谁把她捅了一刀。 周之汉厌恶地把她推倒在地, 连忙后退一步, 她看她的眼神, 变得无比陌生。 这件事发生后, 视频在网上不停流传。 很快, 顾若若曾经做的坏事都被爆了出来。 因为顾若若犯了刑事案件, 她不仅被学校开除了, 还被警察带走了。 带走她的那一天, 正好是在学校, 被警察戴上手铐, 带走的。 周之汉经不起打击, 后来找过我, 都被我聚而不见。 后来她退学了, 也被父母断了关系。 再后来, 我也没听到过她的消息。 这天, 天气很好, 是周之白离开的第四年。 我带着一束像日葵来到她的墓地, 看着墓碑上的少年, 笑得那样治愈。 我坐在她的墓碑前, 整个人都觉得轻松了。 我已经好久没有跟她说话了。 从哪个地方开始呢? 不如就从对你一见钟情开始吧。 全文完, 我和白月光被绑架, 她满眼心疼地扶起她, 看都不看我一眼。 我舔了顾川三年, 从高中追到大学, 我从未放弃过, 甘之如银, 可她就像是一块千年不化的寒冰, 任凭我怎么舞都舞不热。 直到她遇见了一个小姑娘, 明亮如朝阳一般, 她像一束光照进了她黑暗的世界。 她卸下伪装, 为她展露笑颜, 为她洗手做羹汤, 把温柔的一面通通给了她。 后来, 我和她被人绑架欺凌, 眼睁睁看着她, 满眼心疼地扶起她, 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我才知道, 只靠自作多情换来的心动暗恋, 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一, 这女的怎么处理? 先打一顿吧, 好疼, 浑身每个细胞都在叫嚣着痛苦。 我睁开眼, 头顶的白赤灯发着惨白的光, 白得让人晃眼, 破旧的风扇卖力地支呀支呀转着, 不远处有几个模糊的人影, 生得健壮凶猛, 身上纹着刺青, 随着肌肉的运动而颤抖。 我想起来了, 我被绑架了, 因为我和宋施若喜欢上了同一个人。 顾川, 我怕, 蜷缩在旁边的少女娇滴滴痛呼出声, 有人影急不走来, 我终于看到了心心念念三年的男子。 他拎着棍子, 眉目冷然, 修长高挑的身形挺拔如松, 满地的灰尘飘然而起, 他却没沾染分毫。 我被人绑着手脚, 看着身旁哭得梨花带雨的少女如同投鳞的燕扑进顾川的怀里。 顾川, 碎李姐让我敲晕那些绑匪逃走, 我杀人了, 呜呜呜。 顾川带来的人很快制服了那些绑匪, 呼喊声求饶声充斥四周, 力声呵斥的音调在空旷的仓库里泛着回音。 这样混乱的背景杂乱不堪, 我却只看见顾川动作轻缓地把他圈进怀里, 像是捧着什么西式珍宝。 有我在, 弱弱, 别怕。 原来这样温柔的嗓音他也会有, 只不过, 那个人不是我罢了。 我向前爬了几步, 制造出微弱的动静。 顾川察觉到了我的存在, 是现在我面上停留一瞬, 下一瞬又毫不犹豫地一开。 冷漠厌恶的目光, 像是一把尖沟, 死死攥住我的心脏, 让我快要喘不过气来。 你就这么想和我在一起? 找人策划了绑架案还不够, 还要教唆弱弱杀人? 我可真是小瞧了你。 我瞪大眼睛, 嘴角贴着的胶部扯着生疼。 我没有, 不是我。 是他说他会救我逃出去, 是他自告奋勇, 上前和那些绑匪周旋, 打晕他们也是他的主意, 你为什么不信我? 我想解释, 可他再也不肯看我一眼。 我看着他抱起少女, 给他披上干净的外套, 指腹擦去脸上残留的泪珠, 眼里的心疼快要溢出来。 我们回家。 顾川, 我泥南出声, 他一步步来到我的近前, 蹲下身, 举高临下地望着满身狼狈的我。 温碎离, 你活该。 他那狭长的眼眶里, 涌出浓烈的咸雾, 清俊的面旁面无表情, 如同散发着寒气的欲雕。 早知道, 我就不该遇见你。 我想尖叫, 想痛哭, 我想告诉他所谓的真相是什么样, 他却狠狠把我推到地上, 仿佛我就是那个十恶不赦的罪人。 我仰头, 眼泪被我硬生生憋回去, 嘴边的胶部终于被撕开, 我哑着声, 拽住他的裤脚, 不是我做的, 是他自己, 你宁愿信只认识五个月的宋师若, 也不愿相信陪你五年的我吗? 干巴巴的解释被他突兀打断, 顾川眼角挂着冷嘲, 那眼神仿佛催着冰, 一刀一刀, 割得我血肉模糊。 若若是什么样的人, 我自己清楚, 不像你, 装模作样, 蛇些心肠。 我还想解释, 却只看到他急切担忧的背影, 少女窝在他的怀里, 眼眶通红的性眼里满是依赖。 原来在你心里, 我是这样的呀。 顾川, 我没事, 你快就就遂理解, 若若, 你的伤要紧, 它不重要。 不重要。 五年的时光, 只换来这三个字的评价。 我苦笑一声, 不知是该叹我自作多情, 还是该怨他无情博良。 他们二人渐渐远去, 如同完美的一对碧人, 而我, 被遗忘在角落, 被人厌弃唾骂。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因为他。 顾川, 我不想喜欢你了。 警察从车上下来的瞬间, 一个身影猛地挣脱他们的桎梏, 向我冲来。 砰, 终究是晚了一步, 迟来的疼痛席卷全身, 我只觉得浑身力气, 好像被瞬间抽干。 我低头, 心口处插着一把尖锐的匕首, 刀尖从身前透出, 星红的液体顺着一百滴滴答答落在地上, 刺耳的警笛声冲击着耳膜, 闪烁的红蓝强光在暗夜中格外显眼, 可我已经无暇顾及了。 身体逐渐脱离, 血液疯狂地从身体里涌出, 视线也渐渐模糊。 就这样吧, 从他从来不曾为我停留过的脚步我就该知道, 他不会是我的, 永远都不会。 眼神湿了焦距, 我的视线胡乱地瞟着, 和埋在顾穿怀中的少女对上眼眸。 那里面不加掩饰的得意, 让我浑身一凉。 从远极近的脚步声传来, 意识彻底消失之前, 我的耳边猛地炸开一道怒吼。 温碎里, 翁像是远处飘渺的耳鸣声, 听不真切。 我缓缓睁眼, 入目是湛蓝如洗的天空, 炽热的阳光照得人头晕目眩, 身上穿的是在普通不过的迷彩服, 皮肤白皙, 光滑细腻, 没有伤痕亲子。 我回来了, 这又是一个表白的吧? 不愧是顾穿, 一天情书都收了几十封了吧? 嘖嘖嘖, 这女生是谁呀? 找我什么事? 轻烈的嗓音 让我的心颤了颤。 我抬头望去, 熟悉的眉眼闯进我视线。 是顾穿。 我回到了大学时候, 和顾穿表白的那一天, 就是今天, 正准备表白, 和她一起来的朋友江浩宁 拿着捧花塞到我怀里, 说她喜欢我。 可我心心念念的全是她, 二话不说, 就把表白信给了顾穿, 还连连拒绝, 甚至把花当着她的面 扔进了垃圾箱。 我生怕顾穿误会, 急得都有了哭腔。 可她呢? 礼貌又疏离地拒绝了。 抱歉, 我现在不想谈恋爱。 后来我靠近她, 纠缠她, 希望她能回头再看我一眼, 结果她早就有喜欢的人了, 就是宋施若。 我明里暗里的示好行动 都被她挡回去, 转头又和顾穿笑着说, 看, 我又帮你解决了一个麻烦, 你拿什么奖励我? 手里里那封表白信异常清晰, 提醒着我她的存在。 我低下头, 借着长袖的遮掩, 把手里紧攥着的粉色信封, 捏成团塞到口袋里。 在抬眼时, 嘴角扬起一抹笑。 我是来, 温碎离, 我说了, 现在不要花时间想这种事。 顾穿皱着眉头, 愣着声线, 看我的视线像是讨人厌的狗皮膏药。 我笑了笑, 目光直直看向顾穿。 谁说我是来找你的? 顾穿, 别把自己太当回事。 我扔下一句, 刚要绕道走, 身旁传来一声柔柔的嗓音, 在我耳边, 却如同惊雷炸裂。 顾穿, 好巧啊! 一双清澈的杏眼, 穷鼻英纯, 仙长节语微微颤抖, 端地是艳若桃花。 人畜无害, 活力四射, 如朝阳一般。 我冷笑一声, 说白莲花还差不多。 宋师若已经大胆晚上顾穿的手臂, 眼底明黄黄写着挑衅。 这位妹妹是来表白的吗? 不好意思, 她已经有女朋友了。 宋师若笑得灿烂, 眼里似有光芒流转。 我刚想开口, 没想到顾穿竟甩开她的手, 表情冷淡。 诗若, 别胡说, 她不是。 顾穿说完, 眼神紧紧地锁定着我。 你说什么? 顾大少爷, 我说得还不明白吗? 我不愿再说什么, 转身就走, 结果被宋师若一个剑步拉住手腕。 同学,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 她说是这样说的, 手上的动作丝毫不停, 一转眼, 那封情书就到了她手里。 咦, 这是什么? 我只感觉呼吸一致, 眼神死死盯着她。 还给我。 我伸手去抢, 嘴角甚至还挑起了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 温碎离, 我现在不想谈恋爱的。 我只觉得讽刺, 一股气直冲脑门, 我披手把那封信抢过来, 撕了个粉碎。 顾川, 我现在明明白白地告诉你, 我不喜欢你了, 现在不会, 以后也不会。 我气得转身就走, 宋诗若上前走了几步, 轻身凑近我。 我本想厌恶地甩开她, 结果她附在我耳边, 低声语调, 让我浑身发麻。 即使再来一次, 我也不会让你得逞。 我猛地推开她, 在她得意洋洋的恶劣目光里, 玩耳一笑。 那我, 拭目以待。 上一世, 我容忍退让, 换来她的变本加厉, 甚至还想置我于死地。 这一次, 我会赢的。 宋诗若眼底再无笑意, 狠立的目光几乎要把我撕碎。 我没有再管两人, 俐落地转身就走, 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在校园里奔走, 目光急切地搜寻, 就像热锅里的蚂蚁。 突然, 我的目光定格在一处, 再也腾不出余光去管别人。 找到了, 江浩宁, 闻声回头的少年缓缓而来, 枝丫肩耀眼的阳光染上他的眉宇, 勾勒出格外柔和的弧度。 温碎离, 面前的少年身形修长, 宽肩窄腰, 均绿色趁着他的肤色更加冷白, 袖子高高挽起, 露出骨腕突出的手臂。 眼尾上挑, 眼下一颗红质, 显着他整个人都有了几分腰眼。 我眼眶一热, 莫名有种想流泪的冲动。 我死前听到的那句名字, 是他喊的。 原来, 他一直都在守护我。 这一世, 换我来护你。 我上前一步, 看着他朗声开口。 从高中时候, 我就喜欢上你了, 我会一直喜欢你的。 他变了好多, 目光灼灼, 幽深如潭, 好像能直直看到我心里去。 不管以后会怎么样, 我都会喜欢你的。 你就算一直喜欢顾川, 我也会喜欢你的。 两道声音渐渐重合在一起, 我抬起头来, 任由眼眶湿热一片。 抱歉, 温同学, 我不喜欢你。 我错愕地仰头, 姜浩宁面容冷漠, 波澜不惊。 什么? 我喃喃出声, 不可置信地望向他, 执着地想要一个答案。 姜浩宁垂下头, 微长的发烧遮住他半张脸, 看不清脸上的眼里的神情。 我不喜欢你, 温同学, 我还有事, 先走了。 目送着他走远, 我滴滴笑出声, 抹去脸上残留的泪痕。 骗子, 教官的哨声尖锐刺耳, 我匆匆赶到场地, 突然记起, 这是宋施若第一次整我的日子。 他们把我关进器材室, 让我参加不了新生总结考核, 被学校当众批评, 开学第一天就出了名。 而我, 却连证据都找不到。 据他们说, 器材是常年鸡灰, 又赶上新生入校, 准备重新安装。 那几天, 几个摄像头无一例外, 全部实修, 什么都没拍到。 我站在队众里, 默默地注意着那几个人, 堂而皇之地密谋着, 待会儿我要经历的惨状。 我冷笑一声, 转过身去找江浩宁。 他站在队伍末端, 神情严肃, 微抬的下颗线条, 扬起一抹灵力的弧度, 似乎察觉到有人在看他, 他直直对上 我还没来得及收回去的视线。 我还没露出笑来, 他却急不可耐地转回头去, 像看到什么洪水猛兽。 我正愣一瞬, 看着他的耳间逐渐攀上飞色。 我浅浅勾唇, 忍住笑意, 走到他身边。 有没有人告诉你, 心口不一, 很容易让人对你产生意见呢? 他眼底清晰地闪过慌乱, 又转瞬回归平静。 不关你事, 我还想说些什么, 一个女生搭上我的肩膀, 拉着我就要走。 小黎, 你怎么在这儿啊? 教官找你半天了。 我顺着他的力道往前走去, 心里暗笑, 面上却一派警惕。 教官找我干什么? 那女生笑得人畜无害, 让你去办公室找资料呢? 则, 连地方都高级不少。 我装作惶恐不安, 拉着她的袖子不肯松手。 为什么不找你去啊? 那地方, 我都不知道在哪儿。 她嘴角的笑, 已经快要绷不住。 前面左拐, 那洞楼三层就是, 教官点名让你去的, 我有什么办法? 快去吧, 一会考核药物了。 我急匆匆走进楼里, 拐弯上楼。 楼道里很亮, 环境很干净, 就是没有摄像头。 这宋师若, 到底在捣咕什么? 突然, 从身后伸出一只大手, 不由分说抱住我的腰, 另一只手牢牢地捂住我的嘴。 你终于来了。 我一惊, 是教官。 那一瞬间, 有一个答案, 在我脑中呼之欲出。 宋师若竟然买通了教官, 要彻底毁了我。 他说得果真不错, 你真是傻得可怜。 我被他抵到墙边困在一角, 力量的悬殊让我无法动弹。 林教官, 这可是学校。 是学校又怎样? 我和他已经说好了, 他帮我保密, 谁能知道? 他是谁? 这不用你管。 今天, 你只要让我玩得高兴, 我保证不会往外说。 他笑得一脸猥琐, 嘴里吐出声声吟笑, 粗糙得大掌就要摸上我的脸。 我一巴掌拍开他即将得逞的手, 用力抓住他粗壮的手臂, 指甲掐进他的肉里, 狠狠朝他胯下踢了过去。 如果我没猜错, 他肯定不是正规学院出来的教官, 那些所谓的实力, 不过是伪造。 现在, 是最佳的机会。 你竟然踢我? 他痛苦地捂着裆布, 肥壮的身躯不自觉地颤抖着, 痘大的汗珠从并肩滚落。 不仅要踢, 我还敢打你呢? 趁着他身影的功夫, 我左右开弓, 一个巴掌接着一个巴掌地往他脸上扇去, 直到他的脸肿得如猪头一般, 我拿着匕首靠近他的脖梗, 在他京剧的目光里, 慢悠悠地在他脸上脖子上笔划。 你说我这一刀下去, 指不定哪里破了皮, 而且, 我可是正当防卫。 我拿出录音笔晃了晃, 在他变得惨白的脸色下, 慢悠悠笑开。 现在, 能说说了吗? 我说我说, 他哭嚎着, 都喊破了音, 是那个叫什么宋诗若的叫我做的, 他说, 你单纯好骗, 让我找个借口, 让你来这儿, 然后把你。 他咽了咽唾沫, 继续说, 他许诺事成之后就把我送到没人认识的地方, 给我五百万让我过日子。 好狠, 我暗自捏紧了拳头。 我这说也说了, 以后绝不会招惹你了, 你看能不能把我放了。 毕竟我还是你们的教官, 我眨了眨眼。 不行哦, 教官你就别当了, 去牢里做作吧。 他挣扎着, 又时不时因为疼痛而抽搐, 扭曲的面旁满是愤怒。 是宋诗若让我干的, 你找他去啊, 放心, 他很快就会来陪你的。 往回走的路上, 我越想越不对劲。 他明知道我会有所防备, 为什么偏偏找来个徒有虚名的教官来骗我。 难道说, 这只是开始? 怀着满腹疑团, 我回到队伍, 恍惚间被人扶了一下。 我回过神来, 江浩宁扶着我的双肩, 眉头紧皱, 看着面前距离不过五厘米的灯杆。 去哪了? 他神色淡淡, 温热的温度通过布料传到皮肤, 烧得我四肢百骸都烫了起来。 我, 去随便逛了逛, 在这儿太无聊了。 我下意识避开这个话题不谈, 眼神触及到他浓浓地担忧, 忍不住调侃。 怎么? 你担心我? 他的耳尖攀上飞色, 语气却还是冰冰冷冷, 甚至还微微透着嫌弃。 别胡说, 不远处领班已经开始点名。 我朝他摆了摆手, 在他欲言又止的目光里缓缓展开笑容。 我先走了, 一会儿再来找你哦。 温碎黎, 宋诗若, 陆渝, 张童子, 你们几个是最后一波了, 后面还有男生等着呢? 快去, 别耽误时间。 我皱了眉, 下意识朝领队看过去一眼, 他正朝着宋诗若的方向讨好的笑。 他很快来到我身边, 温碎的表情甜美可人, 说出口的话却是恶毒无比。 这么快就又见面了, 碎离姐, 看来那个林教官真不怎么样。 他打量着我的身体, 眼神里满是恶劣。 我比他高了半头, 闻言, 我低头俯视他, 他不得不仰头看我。 这人怎么样, 你自己试试不就知道了? 别装作一副期待好奇的样子, 这样, 让我觉得, 你好廉价呀。 曾经我好不容易从器材室出来, 哭着喊着要他放过我, 歇斯底里的质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他也是像我这样低着头俯视我, 眼里满是嫌弃。 温碎离, 不要这样低声下气地求我, 你看起来, 好吊价呀。 如今, 我把这句话原原本本地还给他, 如愿看到他突变地扭曲脸庞, 心里涌现出大仇得报的快感。 哼, 咱们走着瞧。 宋师若气急败坏地走了, 我沿着跑道规规矩矩的站好, 不管怎么样, 事情已经脱离了上一世的轨道, 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了, 属于我的未来, 才刚刚开始。 预备碰, 我迈开步子大步向前跑去, 一路领先众人, 宋师若不知何时跟在我斜后方, 面部红气不喘, 甚至还有心思和我说话。 碎里姐, 你不知道吧, 顾川哥自从见到我的第一面就喜欢上我了, 我的生日礼物都是他挑的呢。 还有, 你每天送给他的零食, 大多数都进了我的肚子, 他突然晋升, 我没管他, 自顾自地往前跑去。 直到最后一个转弯时, 他突然加速超过我, 然后朝旁边一歪, 就要往我身前倒去。 这是别人不行, 改自己上了。 我调整好呼吸, 直接往旁边闪去, 不顾身后刻意娇弱的痛呼 和其他同学七嘴八舌的安慰, 快速冲过终点。 你可真是, 执着, 受伤还想着带上我。 不过, 这次可能让你失望了。 宋师若坐在长凳上, 脸色苍白, 脚踝高高肿起, 冷汗如湿一片。 见我来了, 他尖声开口, 语调里是遮不住的狠力。 温碎里, 你永远都斗不过我。 这些都是我的, 都该是我的。 他神色癫狂, 转而高声大笑, 望向我的眼里满满恶意。 你不如猜猜, 喜欢了你五年的江浩宁, 现在在干什么? 我的心中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有什么思绪迅速滑过脑海, 快得差点抓不住他的影子。 他这是在拖延时间。 宋师若的目标, 从一开始就不是我, 而是江浩宁。 嘖嘖嘖, 他可能已经被顾川哥他们几个 打得不成人样了吧。 温碎里, 现在赶过去, 说不定可以赶得上替他挨打。 宋师若苍白的唇勾起, 挑衅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洋洋得意的表情, 让我看得忍不住 想一个巴掌挥过去。 事实上, 我也这么做了。 啪, 清脆的声响响起, 我捂着微微发麻的手心冷冷笑开。 宋师若, 你也就这点本事。 他在哪儿? 你让我说我就说。 我偏步。 啪, 又是一声脆响, 我转了转手腕, 语气愈发冷凝。 江浩宁在哪儿? 宋师若哆哆嗦嗦地捂住脸, 不情愿地张口。 在东边教学楼的天台上, 我不再废话, 转身就往天台方向跑去。 老远就听到了皮肉之间的相互碰撞, 用力地架势让人心计。 我一眼就认出来, 那个被五六个人围在中间, 浑身挂踩都挡不住狠力的少年。 他冷着一张脸, 在几人中间周旋着, 打他打得最凶狠的是顾川。 江浩宁。 我几步跑过去, 他俩瞬间停了手, 目光齐刷刷向我投来。 温碎里, 顾川诧异出声, 可我注意到的不是顾川紧盯我的视线, 而是江浩宁在他出生时瞬间暗淡下来的目光。 很疼吧? 我一把拉住江浩宁的手臂, 把他拽到近前, 盯着他面上大大小小的伤口关心道。 江浩宁似乎是愣住了, 沉默了一小会儿, 才有些低雅地开口。 嗯, 疼。 听着他略微委屈的嗓音, 我的怒气直一路飙升, 把江浩宁挡在身后, 对着顾川质问道。 我怎么不知道顾大少爷还有群殴的癖好? 周围凌乱躺着几根棍子, 顾川眉眼冰冷, 薄唇紧敏, 皱着眉头不知道想什么。 莫名的熟悉感袭来, 我瞳孔一缩。 温碎离, 他说你和他表白了? 这种欲擒故纵的把戏, 我见了不知道几次, 你不必。 真不知道我当初看上了他什么, 追得失了自我, 还丢了性命, 现在想想, 真是想一个巴掌抽醒自己。 我简直要笑出声来。 顾川, 他说得没错, 我就是和江浩宁表白了, 不是欲擒故纵, 我是认真的。 顾川脸上的淡漠终于保持不住, 像是才反应过来一样, 音调里失了一贯的冷静。 我还以为你能坚持多久, 没想到, 这么快就没了耐心。 顾川的画像一把利刃, 生生把我好不容易维持好的表情散得七零八岁, 一双手从我腰间穿过, 滚烫的温度源源不断地传递到皮肤上, 支撑着我挺直腰板。 是, 顾川, 你就当我几年的真心喂了狗, 你找你的结语花, 咱们从此两不相干。 我面无表情地说完, 扶着江浩宁就要往外走, 结果被几个人围到中间, 动弹不得。 怎么? 把话说开了, 连路都不让走了。 我挑眉, 看着顾川手臂抱起的青筋, 他不能走。 顾川咬着牙说完这话, 就要再次冲上来。 我录了相又录了音, 还打了电话给辅导员和老师们。 你们说, 是现在走划算, 还是一会儿被开除划算? 我淡淡地笑着, 指了指不远处并不存在的人影, 笃定地望着浑身立气的顾川。 走, 顾川终于带着他们离开, 我拉着江浩宁到旁边坐下, 急忙忙看他的伤口。 他们打你就不知道还手啊。 除了这里还有哪里疼? 咱们赶快去医务室包扎一下, 江浩宁直愣愣盯着我看, 好像要把我的脸盯出一个洞来。 我不敢使劲, 轻轻拽了拽他的衣角。 怎么了? 半晌, 他顺从地站起身, 任由我扶着往前走去。 轻飘飘的语气散在空气里, 飘渺地让我有一瞬间恍惚。 我很开心, 你没有再一次喜欢他。 意识到他说了什么, 我当时正愣住了, 迈出的步子直挺挺将在原地, 浑身上下冷汗直冒, 不知该以什么样的表情去面对他。 小黎, 我真的很庆幸, 这一次我没有错过你。 他把我僵硬的身躯纳入怀里, 温热的躯体附上我的, 惊讶, 恐慌, 迷茫, 这些情绪在他怀里奇迹般地被抚平。 我渐渐软下身体, 伸手紧紧地回报他, 刚刚下过一场雨的天已有些凉意, 但不知为何, 我感觉周围的空气都是闷闷的, 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你想知道怎么回事, 对吧? 江浩宁的声音从我头顶传来, 带着安抚人心般的力量。 嗯, 可以说吗? 我小声地询问, 换来他嘴角逐渐扩大的笑容。 你想听的, 我都告诉你。 我是军训前一天醒来的, 我刚开始还以为, 我做了一个梦。 江浩宁笑了笑, 目光逐渐变得幽深, 可我看到你拿着表白信从军训队伍里出来, 我就意识到, 这些事, 我可能真的已经经历过一遍。 可我没想到, 你竟然当众否认了 写给顾川的情书, 还过来给我表白。 我从那时就知道你变了, 现在一看, 果真如此。 在他含笑的眸子里, 我看着自己的影子, 鬼使神差地开口。 那你为什么拒绝我的表白? 他又一次沉默, 就到我以为他不会再回答了, 他才开口, 语气是连我都察觉到的苦涩。 我以为远离你, 从一开始就没有和你产生交集, 这一切也许都不会发生了。 他叹了口气, 你不该只追逐在一个人身后的, 小黎。 他用温热的大掌抚上我的发顶, 语气里带着小心翼翼的温柔。 我原本想着, 应该回头看看我, 可是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 你喜欢的, 我不打扰就好, 只要你开心, 不重蹈覆辙, 比什么都重要。 微风吹起他额前的碎发, 有余灰落在他的身上, 像镀了层浅浅的金边。 我好像第一次认认真真看他的模样, 生动的, 鲜活的, 温柔浅倦的他, 就这样站在我面前。 我突然毫无征兆地落下泪来, 在他慌乱的眼神里, 狠狠地扑进他怀里。 我就只给你一次机会, 我这颗真心, 你要不要? 他低头稳住我的唇, 动作愈发凶狠, 好像要把我揉进血肉里。 要, 哪怕你落在别人手里, 我也要抢过来。 我热情地回应他, 其实我说谎了, 我留给他的只会有千千万万个机会, 每一个选项, 都只有他一人。 我和江浩宁在一起的事情, 很快传在了校园网络墙上。 他们一个个像是打了兴奋计, 讨论我以前的种种著名事迹, 讨论得不亦乐乎。 说我曾经跑了几公里, 去给顾川买奶茶, 结果是顾川要送给宋施若的, 还说我为了向他证明, 我的心意手抄上林副, 我啪得一声关掉手机, 对上江浩宁探究戏谑的眼神。 跑三公里只买杯奶茶, 还特意为人家抄上林副。 温碎里, 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呢? 他连名待姓地叫我名字, 我就知道, 大事不好。 我赶紧拉着他手臂撒娇地晃了晃。 我也给你买, 给你抄行不行? 看, 我现在就下单了。 他拿过我手机, 取消了订单。 让你做这些干什么? 都是些没用的东西。 我刚想感动, 他下一秒出声, 我扬起的笑容就僵在了脸上。 从今天起, 给我写情书, 一天一封。 于是, 晚上十一点, 我苦哈哈地坐在桌子前发朋友圈。 请问, 有没有一种软件, 天天说情话, 都不带重样的? 顾川来找我时, 我正准备回宿舍。 你和江浩宁, 真的在一起了? 他带着欲言又止的狐疑目光落在我身上, 我冷笑一声。 还不够明显吗? 他向来冷静自持的表情, 请客之间全部瓦解。 他向前踉跄了两步, 慌乱煞时铺满全脸。 其实, 我现在发现, 我好像还挺喜欢你的, 要不, 我是说, 他结结巴巴地说着, 一副别扭的模样。 我惊恐地后退一步, 一个大胆的念头在我心中腾生。 他不会想让我继续舔下去吧? 那我可真得想想, 他需不需要去附近的医院检查一下脑科了? 顾川仿佛看出了我的心思, 脸上浮现出一团可疑的红韵, 不是地, 和以前不一样的。 我冷哼一声, 毫不犹豫甩开他, 企图触碰我的手。 那真是抱歉了, 我现在看到你, 就觉得恶心。 顾川的脸刷得变得惨白。 温碎离, 你不是说, 会一直陪着我的吗? 这还是你说的, 我眉头一皱, 好像有过这么回事。 有次他妈妈受伤去医院做手术, 他着急得不知所措, 在手术室外面, 靠着墙那样蹲坐着。 他消瘦的脊背, 单薄地靠在墙上, 弯着弧度的脊背, 看起来格外脆弱。 我当时脱口而出, 我会一直在的。 我记得当时他通红着眼睛抬头看我, 目光里有一瞬间的动容。 说过的话不能不算数。 顾川一生把我拉回现实, 当时的少年和如今面露期待的男子重合在一起。 这话是对当时无依无靠的顾川说的。 现在, 我收回。 说完, 我头也不回脉不离开, 任凭他在身后一声声呼唤着我的名字。 他没有追上来, 我松了口气。 不一会儿, 身后的人声消失, 我躲在灌木丛旁, 看着顾川和宋施若凑在一起嘀嘀咕咕的身影。 我向前毛腰急行几步, 停在了离他们不远处的地方听着。 我刚才就注意到他来了, 只是一直躲在角落不出来, 属实奇怪。 两人正吵得激烈, 声音一声高过一声。 他怎么变成这样子了? 顾川, 你不是说, 就算重生, 他也会一直喜欢你吗?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难道是我说错话了? 宋施若尖叫的声音颇为气急败坏, 可现在他成了这副样子。 你当初怎么和我说的? 顾川声音里盛满怒气, 我清晰地看到他手臂上抱起的青筋。 别说了, 让我好好想想。 宋施若一巴掌打在顾川的背上。 顾川, 别告诉我你对他有了不一样的心思。 他们都是假的, 都是纸片人, 我们要回去, 只能走剧情。 现在温碎离变了, 你说, 我们该怎么回去? 顾川语气里早已不耐烦。 知道了, 我会想办法让剧情恢复正轨的。 他们说话的声音渐行渐远, 我的脚像是钉在了地上, 再不能迈出一步。 他们说的那些到底是什么意思? 难道说, 我在这里经历的一切, 都只是一部小说? 从那之后, 顾川时不时会在我面前刷刷存在感, 甚至还不死心地想约我出去谈谈。 他蹦搭得越欢, 我就越想知道这其中的缘由。 江浩宁第五次把桌上显眼的红色玫瑰扫到垃圾桶里, 黑着脸为我拧开盖的死紧的瓶盖。 浩宁, 我, 我拉了拉他的衣角, 被一双大掌摁进怀里。 我知道, 可我还是不高兴。 我感受着他胸腔里沉稳有力的心跳, 伸手把他抱得更紧。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江浩宁, 除了你, 我谁也不要。 他低头, 鼻尖几乎要碰到我的。 嗯, 我知道。 他看不见的地方, 我紧紧皱起了眉头。 如今发展的一切都出乎我的意料, 这到底怎么回事, 恐怕还得问他们俩了。 我找了个借口出去, 拦住正要出校门的宋施若。 纸片人, 走剧情,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要回哪儿去? 他瞳孔一阵紧缩, 呼吸骤然急促。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这是一部小说, 你们要回去只能走剧情, 结果我变成这样, 你们走不了了, 对不对? 你那天没走。 宋施若脸色煞白。 我走了, 上哪儿听这么劲爆的秘密? 我暴毙, 笃定地看向他。 让我猜猜, 只有让我重新喜欢顾川, 你们才有机会回去。 那你们凭什么认为, 我会重蹈上一世的覆辙? 在你顾川眼里, 我到底是有多么痴情, 多么傻, 才一次次不顾你的伤害, 重新贴上去。 你害我, 羞辱我, 甚至默许让宋施若杀了我, 在你眼里, 我的命, 就这么廉价吗? 我笑着, 眼里一片冰冷。 宋施若, 就算我出不去, 你们, 也别想走。 江浩宁拥我入怀时, 我正盯着路旁的花草出神。 小黎, 没事吧? 明明是三月的天气, 江浩宁额脚, 竟有了些许汗珠。 我这才注意到, 他衣裳凌乱, 就像是匆匆踢衣赶来的。 没事啊。 你不是在宿舍吗? 怎么跑出来了? 听见这话, 江浩宁伸手捏了捏我的脸。 好啊你, 瞒着我自己一对二。 我心虚地别过头不敢看他。 这不是, 有你在, 就不好发挥了吗? 什么? 他疑惑地询问, 我摇了摇头。 没事了, 亮他们也不敢。 浩宁, 我饿了, 咱们去吃饭吧。 热气腾腾的火锅, 香气阴晕。 江浩宁贴心地把煮好的食物放到我的碗里。 小黎, 如果发生了什么, 一定要和我说, 我永远会站在你背后。 热气蒸腾, 模糊了他的眉眼。 我隔着桌子朝他笑笑。 想什么呢? 满谁也不会满你啊。 他勾了勾唇, 放下十克没停的筷子。 那小黎能不能告诉我, 今天找宋师若顾川, 说了什么? 我张了张嘴, 想开口, 但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手中筷子无意识地搅动蘸料, 我低着头, 思绪无比混乱, 火锅咕嘟咕嘟的声音格外清晰, 我咬着嘴唇, 再等等好不好, 等过几天, 我都告诉你。 江浩宁嘴角的笑意缓缓凝固, 又缓缓消失。 你不相信我, 小黎? 不是的, 我只是。 她没再说什么, 只是低头安安静静吃着菜。 我坐在她对面, 心里空落落的。 我该怎么说? 说你从小到大生活的地方都是捏造的, 你一生的过程结局都是被安排好的, 按部就班, 如同被扑就好的轨道。 你经受过的生离死别, 磨难挫折, 爱恨情仇, 甚至你以为重来一次能逆天改命的机会, 都只是写书人灵感迸发的一瞬间。 我不想让你知道, 如我所想, 宋施若和顾川就是这本小说的男女主。 而我, 不过是推动剧情的垫脚石。 他们穿梳而来, 或者是说, 他们是修复剧情巴的两个任务者。 他们想要回到原来的世界, 就是要让剧情恢复正轨。 两人恩恩爱爱, 我爱而不得, 以死收场。 为什么要让你们如愿呢? 我冷笑, 困在这里一辈子, 似乎也是不错的选择呢。 不过, 好像我的结局不怎么好啊。 上一次, 还是被人直接捅死的。 回忆至此, 心口处似乎还隐隐作痛。 我要改变我死亡的结局, 我还要和江浩宁白头到老呢? 想到江浩宁, 我不由自主地笑出声来。 这个倔脾气, 不知道生了多久的闷气。 那天从店里出来, 他一声不吭地送我到宿舍楼下, 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冷着脸, 好像谁欠了他八百万。 嗯, 我欠的。 我兴兴地摸了摸鼻子, 打开聊天框, 给他发了昨天新鲜出炉的情书。 看, 今天是七百字的小作文哦。 满满当当的爱, 记得查收。 打着字, 我自顾自往前走, 没注意到迎面过来的人影。 直到他气喘吁吁地拽住我的手臂, 我抬头, 看见一张满脸不情愿的脸。 宋诗若, 温穗黎, 我有话对你说。 他说我前几天猜的都是错的。 真的, 温穗黎, 虽然我不想告诉你, 但是我们真的没有时间了。 宋诗若面色苍白, 见我满脸不相信, 他音调高了几分, 急切地几乎要贴到我身上去。 这确实是一部小说, 但女主角是你。 我惊讶地挑眉, 这是什么走向? 这是本重生虐恋文, 你作为众活仪式的女主, 和身为男主的顾川互相虐身虐心, 最终圆满。 宋诗若才是女配, 江浩宁是爱你不得的男儿。 那又怎么样? 我知道这些有什么用, 改造成的已经无法挽回了, 现在说这些, 早已无法改变我的想法。 可我们要回去, 需要你的帮助。 你喜欢上顾川, 没有死亡的结局, 我们也能回去, 这不是皆大欢喜吗? 宋诗若神色热切, 语气激动, 则, 你真的是脸皮够厚。 他和顾川是一类人, 我说得够清楚了吧? 你们伤害过我一次, 如今倒巴巴地凑上来, 让我坐着坐那。 在你们眼里, 这或许就是个体验感十分真实的虚拟游戏, 但在我眼里, 我过的是实打实的人生。 我有思想, 有感情, 顾川实际上算我的仇人, 你觉得, 我可能会动心, 可能会和他谈感情吗? 宋诗若听我说完, 像是没反应过来一样, 站在原地。 我不愿理他, 转身就要走。 哪知他突然从身后跑过来, 从手里掏出什么, 飞快地往我脸上舞。 我意识到不对, 扭头想躲, 宋诗若不依不饶地凑上来, 一手牵住我的手腕, 力气大的出奇。 他神色癫狂的脸, 在我眼前慢慢放大, 我看到他眼里满满的得志之色。 既然你不答应, 那就别怪我了。 再次睁眼, 头昏昏沉沉的。 头顶刺眼的光刺激着我的眼眸, 我不适地眯了眯眼, 扭头往四周看看, 破旧的仓库, 脏兮兮的地板。 嗯, 熟悉的场景, 熟悉的配置, 是我死那天没错了。 很奇怪, 再一次看到他们俩, 我竟然出乎意料的平静, 甚至还有点想笑。 他们也就只能想到这些了, 重走一遍上一世的剧情, 达到杀死我的目的。 这是除了恢复我和顾川 感情线外的其他办法。 宋诗若居高临下地望着坐在地上的我, 顾川皱着眉头站在他身旁。 对不起了, 温碎离, 我也不想见血的, 但是没办法, 你不配合我, 只能委屈你了。 我双手双脚被绑得紧紧的, 粗利的麻绳磨得我皮肤生疼, 明晃晃的刀尖朝我袭来。 我侧身往旁边歪倒, 就地滚了两圈, 仰面躺在地上。 宋诗若见我还有力气, 气得又开口骂了起来。 宋诗若, 我哑着声音叫他, 盯着他因愤怒扭曲的脸。 你还是那么蠢, 什么意思? 你觉得我一个人来见你, 会没有准备吗? 顾川眉间皱成了穿字, 语气不善。 别废话。 我身后背着的手, 都快被冷汗如湿。 嘴上不停地说着, 我尽量摆出一副不急的样子, 手上的动作却越来越快。 快没有时间了。 宋诗若突然凝神看过来, 发现了我的小动作, 朝着顾川尖叫道。 他在拖延时间, 顾川, 快点。 来不及了。 刀尖闪着寒光, 金属纹路逐渐清晰。 砰, 一个黑影从旁边冲出来, 把我搂进怀里。 我的脸紧紧贴着来人的胸膛, 心脏跳动的声音声声入耳。 有什么液体慢慢滴在我脖梗, 它捂着我的眼睛缓缓倒下, 语气里是在熟悉不过的宠溺。 不要怕, 我来了。 我颤抖着唇, 几张几合, 终于叫出他的名字。 江浩宁, 宋施若和顾川怎么走的, 我全然不记得, 只记得我看着他鼓鼓出血的伤口,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有医生抬着他上了担架, 一路救治送进了附近的医院。 被关在手术室外面, 我才意识到自己满身的血迹。 来来往往的家属患者频频扭头, 我却只盯着头顶红色的正在手术中发愣。 瞳孔没有焦点, 我不知盯了有多久, 才缓缓眨了眨眼。 生里泪水不受控制地滴落在地板上, 和凝固在地上的血混在一起, 就差一点了, 江浩宁。 差一点, 我就要磨断手上的绳子, 差一点, 他就不用躺在这里, 生死未知, 就差一点, 我就能和他, 为什么不晚点来呢? 我蹲在地上, 头脑一阵阵发昏。 小说中的男二没有主角光环, 他真的可能会死。 医生说手术很成功, 只是昏迷不醒。 会醒来的, 江浩宁的母亲轻拍着我的肩膀, 红着眼安慰我。 我吸了吸鼻子, 握住他的手。 嗯, 一定会的。 我每天下课, 就带着饭菜和一束花 到医院陪他坐坐。 桌上堆积的情书 已经快要放不下了。 直到毕业那天, 有男生想要我的联系方式。 我摆了白手, 朝他们笑了笑。 抱歉啊, 我有男朋友了。 那男生皱着眉, 语气诧异。 是那个江浩宁。 他不是还躺在病床上吗? 你还没放弃他呀? 我脸色沉下来。 我和他会一直在一起, 请你放尊重些。 他红着脸走了。 回到家, 我没了干其他的心思, 躺在床上就想睡过去。 迷迷糊糊间, 我突然听到一阵 极具穿透力的机械音, 就好像在脑中突兀响起。 警报! 警报! 男主意外死亡, 该世界销毁中, 我疼得从床上一跃而起, 连衣服都顾不得再穿一件 就往医院跑。 怎么回事? 这个世界要消失了。 那我的江浩宁怎么办? 鞋跑掉了一只, 身上只穿着一件睡衣, 四月的天气还有些冷, 我冻得脚底发僵, 手指通红。 可我却顾不得这些了。 我只想见到他。 大地开始晃动起来, 世界变成一块块凌乱的 马赛克碎片。 我拼尽力气一口气上了楼, 推开房门, 空荡荡的, 好像没有人来过。 还是差一点了吗? 双腿瞬间失去支撑点, 我顺着墙壁滑落, 无力地瘫坐在地上。 还是把你弄丢了呀? 我苦笑一声, 任凭眼泪, 一点点浸湿衣服。 泪眼朦胧间, 身后突然响起一道 不可置信的惊讶嗓音。 小黎。 我缓缓扭头, 就像电影里播放的慢动作般, 灰尘在阳光下飞舞律动, 温柔的光影染上他眉眼。 江浩宁穿着病号服, 苍白的面容压不住 他眉眼间飞扬的神采。 与此同时, 脑海里再一次响起机械音。 男主已修补成功, 世界恢复。 我脚步不稳地扑进他怀里。 江浩宁, 被捂住的声音闷闷的, 这一次, 我可没有放开你。 胸腔传来震动, 他眉眼的情愫柔的天地 都变了颜色。 嗯, 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小黎。 他低头稳住我, 彼此气息相互交织。 余生很长, 一切刚好, 我们的未来光芒万丈。 全文完, 傅眼里的白月光, 为了挽回他, 把自己做成了一个犯罪嫌疑人。 他哭着求他救他。 我哭着求他, 能不能别管? 他吻着我的眼泪说, 客柔, 你不是一直都很善良的吗? 这是我最后一次管他, 相信我。 后来他让我去帮他拿证据, 我却被对方扔在海中央 一艘无人的破烂快艇上。 傅眼里再来救我的途中折返, 只因白月光玉中自杀了, 他赶着回去救他。 累了, 他放不下他, 那就我放下他吧。 可在看见我和别人 吻得难舍难分的时候, 傅眼里又不干了。 客柔, 他死了, 我现在是你一个人的, 你也该是我一个人的。 嗯, 凭什么你说了算? 一审被宣判死刑的时候, 曾婉儿直接在亭上崩溃, 他哭着朝着傅眼里的方向喊, 眼里, 你一定要救我。 我没有杀人, 镜头从他盈盈落泪的破碎模样 转向了一脸克制隐忍的傅眼里。 另一个视频中, 素来冷静自持的傅眼里 不顾蜂拥而至的媒体, 在会所外面对着一个男人大打出手, 怒斥对方窝囊废。 现场瞬间变得混乱起来。 傅眼里被媒体围得水泄不通, 他对着镜头薄唇清起, 冷意直达眼底, 一个亿, 只要有任何关于这个案子的有利的线索和证据, 这一意就是你的。 傅眼里的公开悬赏让媒体情绪高涨, 有好事者立马追问, 请问傅先生豪志千金为前女友脱罪, 是旧情难忘吗? 是否意味着你会和林小姐分手? 傅眼里灵力的眼神扫向提问者, 你哪家媒体的? 如果我未婚妻因为你的言论受到困扰的话, 我会告到你和你们报社破产。 视频在这里停下, 这几个月, 傅眼里都在为他白月光的谋杀案奔忙, 以至于圈内圈外都盛传他自始至终只爱过一个人, 但不是我这个未婚妻, 每天都有好心人转发给我各种关于傅眼里和曾婉儿的新闻, 打着关心的名号来刺探我的底线。 我看新闻的时候没哭, 看视频的时候没哭, 看着傅眼里为旧爱大闹弯城, 豪至千金时也没哭, 但在他回来后又吻着我说让我别信外面的风言风语, 相信他就好了的时候, 我忍不住哭了, 你能不能别管他? 其实那些困扰不都是你带给我的吗? 他吻着我的眼泪说, 说到底, 他也是因为我才卷入这场命案, 我做不到看着他去死。 你明白吗? 客柔, 曾婉儿自导自演的一场绑架戏码, 最先就告诉了我, 在我和傅眼里订婚的那天, 他第一次这么自信又张狂地挑衅我, 你以为眼里看不出是我在做吗? 但他宁愿上钩, 也不允许哪怕百分之零点一的危险 和意外发生在我身上。 林克柔, 你信不信这次还是这样? 自从曾婉儿回国后, 时不时就上演这样的戏码, 屡是不爽。 以前听我哥林振淮说过, 曾婉儿陪着傅眼里度过了一段最痛苦的日子, 只要他不触及他的底线, 傅眼里大概是会一直容忍下去的。 但我相信傅眼里对我是真的, 也不想做一个容不下前任的现任, 便次次不计较。 不过那天, 当曾婉儿打电话给傅眼里, 乌叶着说让他快去救他时, 我带着前所未有的认真, 对傅眼里说, 你要是去了, 我们就分手。 傅眼里大概从没听我提过分手, 眼里一出慌乱。 他看着我说, 好, 他郑重地给我戴好订婚戒指, 便吩咐人报警。 最后, 这场营救陈婉儿, 变成了带回嫌疑犯陈婉儿。 我不会落井下石, 但我真得同情不起来。 他问我明白吗? 抱歉, 我不明白。 我冷冷吃笑了一声, 傅眼里停下闻我的动作, 眉心紧促, 似有不悦。 客柔, 你不是一直都很善良吗? 他看我也不高兴, 眉眼又舒展温柔起来, 抚着我的头发说, 这是我最后一次管他, 客柔, 相信我。 这件事, 完了我们就结婚, 我什么都听你的。 不管他是生或是死。 他把我紧紧揽入怀里, 像是在给我最重要的承诺。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傅眼里的巨额悬赏, 带来的是如雪片般毫无价值的线索。 在一场场的空欢喜后, 傅眼里在人前变得愈加淡漠疏离。 他每天都在忙, 但又不是在处理生意, 就连去看岑婉儿的次数也越来越少。 也许不想看到岑婉儿失望的脸, 或是看到他逐渐被消磨的求生意志。 有天深夜, 我听到喝醉的傅眼里哽咽着说, 婉儿, 我会救你, 我一定会救你。 我不断给自己洗脑, 何必和一个将死之人计较呢? 我以为之后的日子会这样循环往复, 直到岑婉儿死去的那天。 但事情出现了转折, 那天有个人用变声器打过来说手上有证明岑婉儿无罪的直接证据。 对方要求去街头的人必须是我, 并且只能我一个人。 这个消息不知道谁透露给了岑婉儿的妈妈, 也许是见证过岑婉儿和傅眼里过去种种情深意重实刻的好心人。 岑母直接下跪在我面前, 哭着说, 林小姐,林女侠,求求你救救我女儿。 她还小,她还不能死。 我第一次听人叫我女侠,怪新鲜的。 我扶着她起来,冷静地说, 如果证据是真的,你们不怕我毁掉吗? 如果不是真的, 对方指定我去,会不会是另一个圈套。 可能我太过冷静,显得有点冷漠。 岑母脸上危症,随即又哭嚎着跪在我面前。 眼下只有林女侠能救她了, 没有别的办法。 你也不忍心看我白发人送黑发人吧。 她又转向傅眼里。 眼里,看在你和婉儿以前的情分上, 求你帮帮我这个孤寡老人。 这次我没有服了,我不是为难这个老人, 但于情于理这个都不该我来做。 我已经大度地允许傅眼里为她操心了, 为什么还要我本人亲自上场? 我望向傅眼里,她下河绷紧,青年眉心。 最后她开口,客柔,最后一次, 你就当帮我。 我会派人保护你的。 他们只是求财,不会伤害你。 信息存疑, 有太多不合理的地方, 傅眼里居然让我孤身犯险。 她让人把层母请了出去, 从背后缓缓抱住我。 哪怕只有百分之零点一的希望, 我也要试一试。 这话和层婉儿挑衅我的那次好笑。 我妈撒着订婚戒指, 在那一刻, 我突然,突然就很想成全他们。 好,我去。 傅眼里把我转向她, 眼里都是欣喜。 她再一次给我承诺, 客柔, 我永远都不会辜负你。 出发前, 我摘下了订婚戒指。 傅眼里派了几个人偷偷保护我, 却被对方识破, 如果我再发现有人跟着林小姐, 那份证据将会再也见不到天日。 傅眼里犹豫了一下, 撤掉所有跟着我的人。 是啊, 为了层婉儿, 哪怕百分之零点一的风险, 她都不感冒。 起初我还有点怕, 但后来居然想自己也出点事, 来测试下傅眼里心里的天平, 究竟会不会在某个时刻倾向我。 我觉得我真的是疯了。 到了对方要求的地点, 我警惕地看着眼前的帽子男。 林小姐, 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换个地方。 帽子男又开着车把我带到海边上了一艘快艇, 开出了海。 我有海水恐惧症, 坐在快艇上我感觉自己都快晕过去。 我伸进衣服口袋贴着防狼喷雾, 一手紧握着手机。 帽子男看出我的紧张, 笑着说, 放心, 我只求财。 我故作轻松回他, 我知道。 快艇开出了很远, 帽子男吸了马达, 从衣服内侧拿出一份黄体纸带文件递给我。 林小姐是学法医学的, 应该懂这份报告的分量吧。 我打开纸带, 是一份验尸报告。 岑婉儿案子中的那个被害人, 上面显示他的死因是急性新元性休克, 而之前法庭城上的那份验尸报告显示的是被岑婉儿推入中。 验尸报告被篡改掉包了, 岑婉儿确实是无辜的。 我扯出一个笑, 这结局如傅言李所愿。 如最开始约定的那样, 我确认证据真伪后, 傅言李那边再给钱。 我打了个电话给傅言李, 他很高兴, 客柔, 谢谢你, 我现在就来接你。 等待钱到账的那段时间, 我好奇地问帽子男, 你们为什么要嫁祸给岑婉儿? 他哼笑一声, 算他倒霉, 谁让他是傅言李最爱的女人? 杀人诛心, 我自嘲地笑了笑。 为什么指定我来拿证据? 他笑而不语。 没一会儿, 帽子男说收到了转账。 我以为这是个happy ending, 就等着他送我回岸边。 帽子男突然就抢过我的电话, 又转头把快艇马达砸了个稀巴烂。 多担带, 作为一个跑路的, 不得不再谨慎一点。 麻烦林小姐在海上多欣赏下海景了, 转身便跳上似乎是专门来接他的一艘改装过的渔船, 在开远之前把手机扔回给我。 我没想到我那个疯狂地想出点式的想法居然变成了现实。 我像接住救命稻草一样, 文准狠地接住了电话, 强忍着眼泪给傅眼里打电话。 眼里, 你快点来接我。 他们把我丢在海里面的一艘快艇上。 他听出我情绪不对, 柔声安抚我, 客柔别怕, 你乖乖不要动, 我马上来。 听到他的话, 我内心安定了不少, 紧紧抱着那份文件, 纹丝不动地控制着快艇的平衡。 我尽量不去看那深不见底的海水, 闭着眼睛期盼傅眼里快点来。 一个小时后, 他给我打电话, 声音低沉。 客柔, 婉儿出事了, 我会让人来接你。 随后听筒里, 传来车子急速掉头的声音。 傅眼里, 你不知道我怕海吗? 能不能快点来, 就算不为了我, 是为了能证明曾婉儿脱罪的证据呢? 我哭出了声音, 他在那头似乎有点心烦意乱, 良久他才说, 我的人很快就到了, 乖, 客柔, 听话。 在那里不要动, 我处理完很快就过来找你。 他挂了电话, 那个天平断崖式下斜, 我的心也慢慢沉下去, 上空的乌云笼距, 预示着一场暴雨将至。 风浪逐渐拉大, 我被颠得晕眩, 只能死命抓紧了传闲, 在文件和手机同时滑下去的时候下, 我却只抓住了能保存婉儿命的文件。 天很快黑下来, 雨点砸在海面, 砸在我身上, 把我那点希望也砸得稀碎。 我孤零零地飘在海上, 一个急浪过来, 掀翻了快艇。 我挣扎着, 窒息地感觉袭来, 犹如五年前那个夜晚, 那时的父眼里不顾一切跳进海里, 死死地拖住我, 把我从冰冷的海水里就上来。 父眼里, 这次, 你怎么还不来救我? 不知道挣扎了多久, 迷迷糊糊中, 我感觉有一双强健有力的大手, 带着我再游。 我紧紧拽着他的手, 终于从那般绝望的窒息中逃离出来。 我好像呛了很多水, 嘴唇被人捏起, 迎上来的是湿润柔软的触感。 我喷了口水, 正好喷在眼前男人脸上, 他眸色深沉地盯了我一眼, 我被他盯得瑟瑟发抖, 他叹了口气, 抄起一条毛巾围在我身上, 里面可以洗澡, 又递给我一些女人的衣物, 等会儿可以换上。 我接过, 那是一件有点低胸的紧身的黑色吊带裙, 我面露难色, 但又不能过多地要求什么, 他好像看出我的心思, 我妹只放了这一件在这里, 你将就一下。 进了浴室, 合着水流声我开始放声大哭, 我对自己说, 林克柔, 这次哭完, 下次就不准再哭了。 我洗完澡出来, 症状上男人脱衣服, 他回头说, 你们女生洗澡都洗这么久的吗? 我不好意思地低着头, 眼睛在里面已经哭肿了。 他瞧出我的不对, 换了个话题。 对了, 你落水的地方飘着一个文件袋, 重要吗? 重要的话我再去给你捞。 我揉了揉眼睛, 说, 不用了, 一点都不重要。 什么都不重要了, 就让他泡在海水里面, 发烂发臭吧。 他洗完澡出来问我, 你家住哪儿? 我现在送你回去。 我摇头, 问他能不能今晚就睡在这里。 他沉默两秒, 点头。 我躺在内舱, 看着月光摇晃在船上, 好像是想起了什么一样。 谢谢你救我。 男人在黑暗里回我, 小事情, 可能是我太累了。 那晚, 我在一个陌生男人的游艇上, 安稳地睡了一觉。 一日清晨, 我醒来看见他在甲板上垂掉, 非常自意洒脱的样子。 我站上甲板, 迎着日出, 突然感觉什么都不怕了。 不怕爱错, 不怕失去, 不怕重新来过。 他把我送到了岸边, 又给了我一些钱。 走出一段距离后, 我又跑回去问他。 他顿住, 脸上碾过内疚后悔的神色。 我没想到关哲会折返, 他手里拎着一个便利口袋, 给你买的解酒药。 我送你进去吧, 别吹风了, 头疼。 我侧头对他说, 我想出海。 今晚, 关哲点头, 牵着我走了, 留下腹眼里痛苦地站在原地。 第二天一早, 我被林振淮的手机吵醒。 妹妹, 那个王八蛋出车祸了。 很奇怪, 虽然他没指名道姓, 但我知道是父眼里。 他看我没有回应, 又继续说, 我还从没见过他这么失魂落魄的样子。 我见过, 多少次他想起岑瓦儿时候, 就这样过。 放心, 也死不了, 就是脑袋撞了, 腿瘸了, 手断了。 磕, 死了也活该。 在人里私人医院, 你不用来, 我就是告诉你一声。 有时候, 我觉得林振淮是我和傅眼里的最大的CP头子。 观哲说, 放不下, 就去看看。 我问他, 愿不愿意再当一回工具人。 他无奈地看着我, 最后说, 你得给我积分啊。 我疑惑, 什么积分? 他笑笑, 就是积分够了, 可以对一个奖品。 我被他逗笑, 回他, 好。 林振淮看到我和观哲实质紧扣一起出现的时候, 一脸震惊。 哥, 介绍一下, 我的新男友观哲, 上次落水他救过我。 哦, 原来如此, 救命恩人。 回头, 我要好好谢谢观先生。 他笑揽着观哲出了病房。 我这才注意到傅眼里, 他吊着一条腿打着石膏, 脑袋上缠着一圈绷带, 正用那种可怜的眼神看着我。 看见你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他喊住我, 以前你不是这样的, 你会哭着抱着我问我痛不痛,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就这么走掉。 可柔, 你就真的对我一点留恋都没有了吗? 没有。 我回答得很快, 他扯出一个苦涩的笑, 所以你真得爱上那个人了。 对, 以后请你不要再找我哥做说客, 也不要演这些戏码。 我不是你和岑婉儿, 我不吃这套。 我给了他一个潇洒利落的背影, 出去找到观哲, 牵着他走了。 十四, 再次见到傅眼里, 是在林振淮的生日聚会上。 本来我不太想去, 但他说给我找了个嫂子, 特别新鲜。 从小到大, 我从没见过林振淮对谁动过心, 敬过什么女色。 一度让我以为, 我挺高兴, 我们兄妹至少有一个人幸福。 我去商场买了两份礼物, 一份给林振淮, 一份给我未来的嫂子。 一回去, 林振淮就把我拉到一个美女面前。 这是我妹, 林克柔, 性子特别倔, 但人美心善, 容易被人欺负。 未来嫂子说, 那是你没保护好克柔, 怎么能让这么乖的她被欺负呢? 克柔, 以后有嫂子保护你。 我把礼物递给她, 那就谢谢嫂子。 此刻, 门铃响起, 庸人去开门。 林振淮善笑, 诺, 唯一欺负她的人来了。 她牵着未来嫂子走开, 未来嫂子一脸无奈地望着我。 说好的保护呢? 上次医院一别有半个月了, 傅眼里恢复得倒挺快, 只是整个人的底色更加阴郁了。 傅眼里双手插带, 漫不经心地问我, 怎么没带那个男朋友来? 忙, 忙到没时间陪你, 与你何干? 你是不是有什么癖好啊? 就这么喜欢管前女友的事情。 我突然发现我很擅长阴阳怪气, 她再次被我掖住, 寻寻道, 我只是想知道 她对你好不好。 好得很。 我懒得理她。 跑到一边吃东西, 林振淮敲着杯中酒, 直接在生日派对宣布了个爆炸性消息, 我要当爸爸了。 朋友们。 然后, 在大家的起哄声和鼓掌声中, 她和未来嫂子拥吻在了一起。 我忍不住落泪, 我再也不用操心林振淮了。 不知傅眼里又何时到了我身边, 语气里尽是忧伤。 明明我们会比他们更幸福的, 她搬过我的肩, 问我, 我们能不能再试一次? 刻柔。 我不想扫我哥场子的心, 也不想再和傅眼里在这些问题上纠缠, 只好岔开话题。 有点闷, 我出去透透气。 傅眼里认为我没有直接拒绝是有转环的余地。 像得到了一个奖励, 她勾着笑说, 我陪你。 我们坐在长椅上沉默不语, 傅眼里没法找话, 你哥真是闷声干大事, 我都不知道他有女朋友了, 居然还有孩子了。 你哥肯定很得意, 可以碾压我了。 你说, 我要怎么才能赶得上他? 傅眼里一有所值得看着我。 她的试探被一阵电话铃打断, 眸色微宁。 她走了几步远, 才接起电话。 尽管她声音不大, 我还是听到了, 完事之后视频发我。 那张冷郁的脸上浮上一丝微不可查的, 略带狠利的笑意。 她似乎心情很好, 挂了电话又对我说, 饿不饿? 我去给你拿点吃的。 我点头, 补充道, 再帮我拿件衣服, 有点冷。 她嘴角含笑, 摸摸我的头, 在这等我。 她把手机随意地放在桌上。 我想着她刚才打电话的样子, 鬼使神差地试着输入手机密码。 傅眼里用的我的生日, 我点开新进来的消息。 傅先生, 钱收到。 雷让我们做的事已经搞佐了。 视频发你。 随后傅眼里的手机收到一个视频。 我调低手机音量, 点开。 视频开头, 有人拿着枪指着一个人的脑袋。 一枪爆头。 我不由地捂着嘴巴惊呼一声。 倒下的那个人就是当时给我证据的帽子男。 接着第二个, 第三个。 我颤抖着看完视频, 牙齿因用力咬紧而发酸。 我指甲掐进肉里, 告诉自己冷静。 我把视频下载下来, 传到我的手机, 抹去痕迹。 又用自己的手机对着视频和短信录屏。 当我把一切都做完后, 才发现自己已经泪流满面。 傅眼里居然满凶杀人, 为了他的层瓦儿。 在他信誓旦旦说着要爱我多一点, 追回我的时候, 原来他都在谋划着为他的白月光报仇。 在傅眼里出来之前, 我快速离开了。 傅眼里通过我哥的手机联系我, 问我为何不辞而别, 明明刚刚都是好好的。 我深呼吸了口气, 话中一满良意。 我从来就没打算和你复合,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遇见了你。 愤怒, 难过, 绝望的情绪向我涌来。 我可以接受他不爱我, 但我该如何接受这样的事实? 曾经的深爱的人为了另一个女人, 渐渐变成了一个魔鬼。 但我没想到更疯的是他对官折下手了。 那日, 我看到人群都在聚集在码头处。 有人喊, 烧起来了, 烧起来了。 我寻声望去, 看到离岸边不远的地方, 有团熊熊燃烧的火焰。 心末地沉了一下, 船身的编号显示就是官折的那艘。 官折, 官折, 我急哭了, 在人群歇斯底里的大喊, 却听到背后有人喊我, 林克柔。 我转身看到官折一身狼狈地站在那里, 我哭着跑过去抱住他, 你没死, 你没死。 他垂着双手, 柔声道, 哪那么容易死。 我死死得抱着他, 他看着那团火, 悠悠说了句, 可惜了我的鱼竿。 后来我们去报了警, 是有人故意纵火, 但嫌疑人戴了帽子和口罩, 很难锁定, 只有漫漫查。 无缘无故, 为什么会有人偏偏在官折的游艇纵火? 心里涌起一个猜测, 让我心脏狂跳。 安顿好官折, 我在公寓楼下遇见了傅眼里。 他薄唇勾着冷翼, 他今天很幸运, 但下次就不知道了。 我冲过去扇了他一巴掌, 赴眼里, 你这个疯子。 他轻笑, 你回到我身边, 我就不会疯了。 我看着他, 也许该做个了断了。 我们谈谈, 他眼里又溢出希望和期待的光, 那就由我彻底把他碾碎吧。 我调出手机的视频, 拿给他看, 他慌得彻底, 牢牢扣紧我的肩膀, 让我听他解释。 我把手机狠狠砸向他, 堪堪擦过他的鼻梁, 撞在他的眉骨。 他没有闪避, 像是在等我最后的宣判。 我冷漠得看着他, 你是怎么做到的? 一边不放我走, 一边又放不下他。 就算他死了, 你也放不下。 他不敢看我, 只是转而抱紧我。 他终究是因为我而死, 我答应过他会为他报仇。 那些人该死, 他们都是凶手。 我对他只是愧疚, 现在我不欠他了。 我始终爱的是你, 克柔。 我推开他, 用尽力气打了他一巴掌。 别再说爱我了, 真得让我恶心。 他拽着我的手, 往他脸上呼, 近乎歇斯底里地说, 你打我骂我都行, 但你别不要我。 我把他推倒在地, 淡淡倒。 我已经把视频发给观哲, 让他报警了。 傅眼里不可置信地摇着头, 不会, 你不会的。 我会。 傅眼里, 我真得会。 他像没听懂我的话, 克柔, 我们一起出国好不好, 再也不回来。 为什么到此时此刻, 他还在痴人说梦? 除非我死, 你是不是再也不会原谅我了? 死也不会原谅。 我说的决绝, 他笑得苦涩, 谋色渐渐暗淡沉寂下去, 警笛声游远极近。 观哲来了, 林振淮和未来嫂子也来了。 林振淮冲过去, 狠狠揍了傅眼里几拳, 拳拳倒肉。 傅眼里被带走, 上车前, 他深深得看了我一眼。 因为他知道那是最后一眼了。 后来他的律师找到我, 递给我一份文件, 那是一份股权转让协议。 傅先生之前把公司股份都转到你名下了, 你签字就好了。 还有他的所有房产也转到你名下了。 至于其他, 我办好后会通知林小姐。 我把公司交给了林振淮, 把房子出售, 所得款项全部捐给了爱心慈善基金。 傅眼里那时为了哄我说的结婚戒指 和几套定做的婚纱也到了, 却是喜欢的款式和上好的设计, 但却都变成可笑的存在。 我统统寄回去, 让他们留给其他人。 傅眼里被宣布死刑的那天, 我没去。 他没有选择上诉, 听说他死前的遗愿是想再见我一面。 我拒绝了, 我哥和未来嫂子没劝我。 人之将死, 其言也大可不必听了。 他终于可以永远守在他的岑婉儿身边了。 我替他高兴, 傅眼里执行死刑的那天, 我和关哲在海调, 并肩吹着海风。 他眯着眼睛问我, 我的积分可以兑换奖品了吗? 我笑笑, 在他唇边落下一个吻。 全文完, 我在热搜上看到我老公的名字, 他旁边的女人疑似已怀孕。 我忽然感觉自己的老公很恶心, 因为刚才我在热搜上看到了我老公的名字, 和他并排站着的是当红女星云曼, 他的小腹隆起, 疑似已怀孕。 女主超级清醒, 理智, 入股不亏的。 我在热搜上, 很突然地看到了我老公的名字。 而那个和他并排出现的女人, 不是我。 点开他俩的名字, 很快就跳转到了一条新闻, 云曼夜会春景影业总裁沈景明, 疑似介入对方家庭。 紧跟着第二条新闻, 跳入我的眼睛。 云曼小腹隆起, 疑似已怀孕。 一瞬间, 我觉得自己刚喝下去的中药, 让我恶心地想吐。 一着急, 我就抱起桌上的一个陶瓷花瓶土在了里面。 等吐完了我才发现, 那是我和沈景明结婚时一起去商场挑的。 原本是一对, 因为是做床头装饰用的。 另一只结婚没多久, 就被沈景明撞到摔碎了。 这一只我一直舍不得扔, 换下来后就一直放在客厅的桌子上。 阿姨听到动静, 紧赶着来看我。 你没事吧, 月月? 她轻拍着我的背问。 我很久才缓过来劲, 然后回过神来说, 我没事阿姨。 说着, 就把怀里抱着的瓶子给她。 这瓶子我弄脏了, 你扔了吧。 阿姨便接过瓶子, 向外面走了。 她一走我就累得瘫到了沙发上。 我觉得自己得眯一会儿。 也许是心里有事, 这个盾打得昏昏沉沉的。 我好像梦到了很多事, 但每件事又都不清晰。 可神奇的是, 有些想法却渐渐在我脑海里清晰起来。 沙发往下陷了一下, 我以为是阿姨回来了。 一睁眼, 却看到了神景明。 想不到今天这个新闻爆出来的日子, 她竟然回来了。 也许是迫不及待来谈离婚的吧。 我坐起来, 像平常那样问她, 回来了。 你吃饭了吗? 神景明像是没想到我, 还是会问她这些。 她让自己眼里的惊讶淡下去才说, 我吃过了。 她挪了挪嘴, 似乎还有话说, 但终究没说出口。 我看她那么为难, 就主动开口说, 我都知道了。 甚至, 我还伸出手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背。 我也没想到, 都智慧了我对她还这么体贴。 她的脸因为受惊, 而故意摆出一副硬邦邦的样子。 你知道什么了? 我说, 新闻啊, 那个女明星云曼不是怀了你的孩子吗? 她正了正, 然后眼睛撇开我的脸说, 对。 我, 我还没想好怎么解决。 我说, 其实很好解决呀。 我们离婚, 然后我可以帮你们出个声明, 说我们一年前就离婚了。 这样, 你和她的事业都不会受到影响。 只不过, 我顿了顿, 但很快就又说下去, 财产我要分两亿。 沈景明一脸不可思议地看向我, 我尽力让自己的眼睛避开她。 说实话, 平时我挺怕她的, 别看她年轻, 但在伤海里沉浮的这几年, 她身上已经有了那种不怒自威的气质, 但我还是努力让自己保持放松, 两亿不多呀。 虽然春景这两年收益不行, 但以前赚的底子还在吧, 我觉得要两亿不算为难你。 沈景明似乎终于反应过来了。 她的脸色一瞬间冷下去, 说出口的话更冷, 我要是不给呢? 这下轮到我惊讶了, 因为我实在想不通她, 为什么不给? 明摆着这笔买卖对她很合算。 不过这事儿也说不清, 毕竟谁从自己兜里往外掏钱都会觉得肉疼。 于是我还是要跟她说说利弊。 我笑笑说, 你不给我可不帮你们打掩护啊。 你想想, 春景现在已经很难了, 你出了这样的新闻, 不是更拖累她吗? 再说你也得为你, 为云曼想想, 她可是当红明星, 出了这样的丑闻以后, 她还能有事业。 对,这样一来, 你们损失的可不止两亿了。 你这是威胁我? 沈景明的脸色特别难看, 我知道这是她发火的前奏, 我才不管她呢。 这种关系我后半辈子生活是富士贫的时刻, 谁还顾得上她难不难看? 但我还是尽量温柔, 不是呀, 我这不是在跟你商量吗? 我几乎算得上是苦口婆心了。 你想, 咱们俩和平分手, 你跟云曼在一起后, 粉丝们会说你们郎才女貌, 到时候你们事业生活都一帆风顺, 赚的钱比现在只会多不会少。 你做生意的? 这点账心里比我清楚吧? 沈景明一动不动盯着我的眼睛, 几秒钟后又突然哈哈大笑了起来。 她脸上那种嘲弄的表情很像她二十来岁完事不恭时常流露出的。 这让我有过一瞬间的荒神。 其实我还挺怀念那时的她的, 我也很怀念那时的我, 那时我们俩身上都有一种无畏。 不过当时我还很无知, 我明明知道跟她在一起是一场冒险, 却还是想做一场美梦。 夏月影, 我以前不知道你这么会算。 沈景明又恢复了现在惯有的冷漠, 都说分手见人品, 我可算是见识到了。 真是好笑, 她做错事还怪我会算计。 我也算见识到了, 不分手不离婚都不知道你这么小气。 沈景明像是看外星人那样看我。 我明白, 她是觉得今天我像换了个人。 她说一句, 我立马就能回三句。 她说, 东我立马能给他掰个中西南北。 我自己也知道, 我今天整个人都透露着不同。 不像以前对着她我只有温顺, 她说冷就给她加一, 她说菜凉了我立马就去给她热, 她生气了我就不吭声。 在这场夫妻关系里, 我事事以她为重。 但就像末日的光辉会别样的壮丽, 人在知道关系结束的时候, 也会散发出别样的气质。 今天我身上这种别样气质就叫斗志昂扬。 我昂着头看着她, 反正要是打官司分财产, 最后我分得不会比两亿少。 要到了那时候, 大家的名声可就都坏了。 但不管好坏, 名声对我可是一无用处。 这些年你忍得很辛苦吧? 沈景明靠在沙发上, 双手摊开, 一副懒洋洋的架势。 还好吧, 我声音里也有了一种懒洋洋的语调, 我没觉得辛苦, 这些年你也没亏待我, 吃的喝的用的花的, 你都给的挺多的, 我挺知足。 想不到这句话把她惹炸了, 她一下从沙发上跳起来, 指着我的鼻子骂, 下月影, 果然我最初没有看错你, 你就是个捞女。 我很快反驳她, 沈景明, 最初我也没有看错你, 你就是个没有心的人, 眼里只有你自己。 哼, 沈景明冷笑了一声, 这么多年, 你把我当老板, 伺候委屈你了。 哇, 这么多年, 你把我当个工具人, 天天看着, 也委屈你了。 说完后, 我才反应过来, 我失策了。 我应该顺着她的话说, 对, 我就是很委屈, 你应该狠狠补偿我。 但我也不知道, 今天我是怎么了, 就是想句句, 都给她兑回去, 我就是想跟她吵架。 我也没想到, 跟自己老公吵架, 是这么痛快的一件事。 结婚这么多年, 我们俩从来没有吵过。 沈景明大概跟我有一样的感觉, 他看我的眼神里, 流露出一道奇异的光, 但对上我的眼神后, 又很快熄灭了。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他给我留下这么一句冷冰冰的话, 就走了。 我听着他的车开出院门外, 也起身向舞蹈房走去。 我边走边在心里想, 不让我得逞我也不会让你如意, 咱们走着瞧。 我带着一种得意推开舞蹈房的门, 满满一屋子的镜子里, 都映照着我脸上的笑。 我走到最大的那面镜子前站住, 一丝不乱的丸子头, 光洁的额头, 温婉的脸, 轻瘦的身体, 这样的我一看就是个跳舞的女人。 这样的我一看就是人家说的圣洁的气。 镜子里我的眼神不知什么时候暗淡了下去, 我突然觉得身体里的力气像被抽走了, 整个人软塌塌的, 舞者的姿态全无。 我知道这股汹涌的颓废是来自哪里。 我和沈景明说, 这些年, 我们一个把丈夫当老板, 一个把妻子当工具人, 可是我不应该为这些话在意的, 不应该的。 六年前, 我遇见沈景明的时候, 刚从大学毕业。 我上的是普通的大学, 却在大学时就进了娱乐圈。 这是后来别人写我的采访稿, 时常写的一句话。 当然, 最开始是我自己先这么说出去的。 但其实我和别人都知道, 那时我算不上进了圈。 因为禁卷三年, 我什么正经作品也没有。 我只是参加过一些不痛不痒的选美, 在一些没什么热度的综艺上露过脸。 但那是个拍几张写真, 放在网上就能宣称是艺人的时代。 所以我也按经纪公司的意思, 一面心虚一面毫不手软地 在自己的社交简介上写下了演员。 后来经纪公司还真给我接了个演员的活, 那是一个很红的女明星, 要做大女主的仙侠电影。 这部电影需要很多仙女宫女, 经纪公司承诺我能拿到一个四番宫女的角色。 但我需要配合投资公司参与一个海选活动。 对我这种小角色, 能有舞台亮相总是好的, 所以我很愉快地就答应了。 决赛的那一天, 出品人、导演、编剧 还有女主角张爱奇作为颁奖嘉宾都来了。 我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了张爱奇身上。 她真的太漂亮了。 要说年轻水灵, 她未必比得过我们这些比她小八九岁的女孩。 要说五官, 我们台上的也有比她更精致的。 可是她就是看着比我们所有参赛的人都漂亮。 那种漂亮不需要讨好任何人, 就好像本该是那样, 她人就往那一站, 人们的目光和尖叫就要涌向她。 你在那万人中央, 感受万丈荣光, 这种感觉一瞬间令我心脏发麻。 其实她刚出道的时候也不是这样的。 那时她唯唯诺诺, 也像我们现在这样。 看来人啊, 当然还是要有钱才行啊, 还要有名有人爱。 我的眼睛一直没舍得从张爱奇身上挪开, 偶尔的一次撇到台下, 却看到有人似乎在看我。 我说不清她脸上是什么表情, 像是觉得我对张爱奇的注视有点好笑, 又或者是在嘲弄我这种小角色, 在做明星梦。 看我发现了她, 她的目光倒是一点也不多。 我想起来了, 刚刚她入座的时候, 主持人介绍过她, 是什么电影公司的人。 那时我脑海里晃过一个念头, 觉得她跟别的公司派来的人不同, 只是那时我的注意力很快被张爱奇吸走了。 现在我知道她身上那点不同是什么了, 帅, 年轻, 还有点不羁的气质。 颁奖结束, 需要我们获奖的人脱下仙女服, 换回变装表演一个节目。 这一段是临时加莱安抚粉丝的。 虽然大多数粉丝都是冲着张爱奇买票来的, 但她只出现了短短的十几分钟, 于是只得我们这些人来弥补。 但我却挺开心的。 轮到我表演的时候, 我依旧跳了一段舞, 甚至比刚才比赛的时候, 舞得还卖力。 舞步回旋的时候, 我的眼封扫到台下, 那个人却并没有认真看着台上。 她在玩手机。 我忽然有种舞白跳了的感觉。 活动结束的时候, 我的经纪人早开着车走了, 因为她今晚还要去另一个活动里 给另一个艺人撑场面。 我们这家小公司, 甚至都租不起两辆豪车。 我只好等着人都走光了, 自己一瘸一拐地去两个路口外打车。 我脚上的伤是在和张爱奇合影的环节 不知被谁踩的。 如果我知道出来照片后会被人说真的很像几个丫鬟围着仙女, 我是绝对不会那么积极往前凑的。 时间已经很晚了, 路上的出租车并不多。 我想了想, 还是打开了打车软件。 就在我低头输入信息的时候, 有辆车停在了我面前, 滴滴响了两声。 我抬头一看, 喝, 跑车。 不过开跑车就可以随便停在别人面前了。 以为我们女孩都是见了跑车就会上。 我正要重新低下头去不理她, 却突然发现开车的是那个人。 她戴了一副粉红色墨镜, 身上的西装也换成了牛仔衫。 她双手抚在方向盘上, 下巴抬抬对我说, 烧你一段。 我听到她的声音有种奇妙的感觉。 我知道我不该上陌生人的车, 可是鬼使神差的我点了点头, 直到我系好安全带, 坐好脑袋里还是晕的。 原以为不过在活动中贴了一眼的人, 我竟然会坐她的车回家。 先开口聊天的人是她。 她说, 你舞跳得不错呀。 我的脸一下红了, 原来她看到我跳了。 但我尽量表现得大方, 我说, 我七岁就开始学了, 到现在跳了十五年了。 哟, 你才二十二啊。 我心里有点后悔, 好像我故意要告诉她我的年龄似的。 但同时也有点生气, 可坐着人家的车也不好表现出来, 于是我笑着问, 怎么我长得很显老吗? 不是。 她语调高低起伏, 也听不出来她是在揶揄, 还是在正经否定。 迎着风, 她的声音一半飘在别处, 一半传到我耳朵里。 我是说, 你小, 我老, 我都二十五了。 二十五哪里老了? 我的声音在风里也没有办法很小很矜持, 你二十五就能买得起这么好的车, 很厉害了呀。 我似乎听到她哼了一声, 但我只能看到她的侧脸, 也看不清她是不是在嘲弄我。 我又开始后悔了, 我不该提起车, 不该在有钱的男人提起和财富, 成名, 欲望有关的任何事。 他们总是会嘲笑我们这样的女孩, 肤浅, 但是, 他们又总是一面看不起我们, 又一面在我们面前显摆他们所拥有的这些。 我们两个都不再说话。 车子上了高速, 速度一下快起来。 风劈头盖脸地刮过来, 我的头发飞起来, 整个人也像要飞起来。 一时间, 我有些手忙脚乱, 但很快, 她的速度却又加快了些。 我赶紧抓紧了把手。 我觉得她在戏弄我。 她想听我尖叫, 想看我陋怯, 想让我露出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但我死死地闭着嘴不发出一点声音, 我才不会让她得逞。 她很快发现了我的隐忍。 她看了我两眼, 没一会儿就放慢了速度, 还把车棚弄了上去。 不好意思啊, 我开快车习惯了。 她的语气又变得很真诚。 我看向她的脸, 她真的满脸的懊恼和抱歉, 好像她刚才真的是无意的。 这让我窝着的那股火又暗了下去。 家人和朋友都说我性子软, 这一刻我想这话是没错的。 我也有点气自己, 可是我想我坐的是人家的顺风车, 也不能太较真。 车子平稳地开, 车厢里也沉默着。 我不再抓着扶手, 而是把注意力放在窗外的景色上。 你不会是暗恋那个张爱琪吧? 她突然问, 我震惊地说, 你说什么呢? 我喜欢男人。 她哈哈笑了, 然后看了看我说, 那就好。 随后又说了一句, 幸好。 我被她说的话和她的眼神搞得心神不定。 她毕竟是个帅哥, 还有钱。 我在扭头看向窗外, 总觉得夜景里多了几分隐匿的味道。 不过我很快意识到是我乱想了。 因为直到下车, 她也没问我的名字, 我更是没机会问她叫什么。 我们俩什么联系方式都没留。 我还是知道了她叫什么。 在网上输入选秀决赛的信息, 她的名字很快就找到了。 沈景明, 一家新影视公司的老板。 但她的介绍里显示她之前已经创业过很多次, 只不过以前都没有做大, 所以她的名字并不常出现在新闻里。 而最让我震撼的是, 上面说她是一家大食品公司创始人的大儿子。 我一下就明白, 我和她根本就没什么可能。 她这样的, 多半是继承人, 会搞什么家族联姻吧。 想到那晚和她之间的相遇, 我突然觉得像是命运在我平淡如水的生活里点了一束烟花, 燃烧完了就没了。 但我没想到有一天她会在我家楼下等我。 这天她换了一辆普通的黑色的车, 手里拿着一杯咖啡靠在车前。 我穿着松松垮垮的家居服, 随便挽着头发, 手里拎着两袋垃圾, 看见她的时候, 我以为我眼花了。 但她却用空着的那只手拿起车盖上的另一杯咖啡, 摇摇对我举着说, 请你喝咖啡啊, 夏月影小姐。 我忍着心脏的砰砰乱跳, 故作淡定地把垃圾扔进桶里, 又故作淡定地拍了拍手, 才慢慢走向她。 我接过她手里的咖啡, 发现是便利店的杯子。 我喝了一口问她, 你怎么知道我叫什么? 那不是很简单吗? 我一查那晚决赛的新闻就知道了。 哦, 我用故作轻松地口吻问, 那你不告诉我你叫什么吗? 她笑, 还用我告诉你吗? 我读你也上网查过我了, 我的脸一下红了, 为了掩饰被拆穿得尴尬, 我赶紧找话题问她, 那沈景明先生今天来找我干什么? 来约你出来玩啊? 她说得理所当然, 但其实我们哪里也没去, 我们俩就这样靠着车 一直在聊天, 也是有点怪。 我从小也是被男人追捧惯了的, 不管谁约我我都会很在意 他们有没有花心思, 但今天我却毫不在意沈景明 就只是买了两杯711的咖啡 在车前跟我闲聊。 我甚至也不在意 自己没洗头, 没化妆, 没穿漂亮裙子, 只是完全沉浸在 我们俩能这样 有一点没一点的聊天真好。 沈景明故意上下打量了我一下, 想不到夏月影小姐这么, 她拿着咖啡的手在我眼前晃了一圈 又指向垃圾桶的方向, 居家, 我扔个垃圾而已, 不需要打扮吧? 她答非所问, 一般像你这样的女孩都住在网红小区, 我随口说, 我跟我爸妈一起住, 干嘛去那里? 沈景明看了我两眼, 又突然转了话题, 你好像不是一校毕业的。 对啊。 我感受着杯子传递给手掌的温度, 轻声说, 我高考成绩蛮好的, 哈哈, 学得专业也跟艺术不搭边, 那你进娱乐圈是因为喜欢演戏吗? 沈景明看似随意地问, 不知为什么, 我总觉得他脸上的表情很微妙, 好像是前面有个陷阱在等我, 如果我回答对, 他肯定又会露出那种看穿我却不点透的态度, 我干脆对他实话实话说, 我呢, 因为跳舞从小到大参加了很多活动, 就这么一路过来, 被经纪公司看到, 找我签约我就签了, 你要说演戏吗? 我还没演过, 所以我也搞不懂自己喜欢不喜欢, 不过, 娱乐圈的光鲜亮丽, 我想我是喜欢的, 钱那名啊这些, 谁不喜欢是不是? 我还以为沈景明又会像那晚一样, 我稍微露出一点对金钱, 名利, 欲望地渴望他就会立马嘲弄我, 但今天他只是笑了笑, 于是唤我问他, 那你呢? 你们家做食品的, 可你怎么会做影师这种八杆子打不着的生意啊? 沈景明没有看我, 他喝了口咖啡, 慢悠悠看着前方说, 因为我不是我爸妈的亲生孩子, 继承家业没我的份儿呀, 我震惊地看向他, 他转过头来, 冲着我笑了笑, 对, 这是真的, 我爸妈原来以为他们不能生, 就抱养了我, 可后来他们又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本来家穷也没所谓的, 谁知后来他们发家了, 所以, 自然我在家里的位置就变尴尬了, 他的语气那么轻描淡写, 可我心里却莫名很为他难过, 于是我下意识地做了一个大胆的动作, 我伸出手拍了拍他的手背, 嘴里还说, 没事的, 这也不算什么, 你的人生还会得到很多, 沈景明一愣, 他看我的眼神满是惊讶, 我顿时感到很尴尬, 又立马收回手, 这时我忽然感到我的耳朵一痒, 是他凑近了用手拢着对我小声说, 你可得替我保密哟, 我知道他是故意这样凑近逗我的, 但我还是感觉到我全身有股电流流过, 与此同时, 我心里却又有点快乐, 我想我和他今天这场交谈, 可以叫真心换真心, 秘密换秘密, 从那以后, 沈景明偶尔会约我出去, 有时候, 我们就随便找个苍蝇馆子吃东西, 有时候, 他也会带我去现在年轻人爱趣的西餐厅吃饭, 我有活动, 也会请他去看我表演, 后来, 我开始见到他的朋友, 那些传闻中称之为富二代的朋友, 说实话, 他们每一个人都比沈景明傲慢, 不过因为我是唯一一个沈景明带过来跟他们见面的女生, 他们都对我态度不错, 那时我还年轻, 会因为得到这样的特殊待遇而沾沾自喜, 就这样, 我跟沈景明不急迫, 也不热烈地见着面, 虽然我们是一男一女常见面的关系, 但我很明白我们所处的位置, 我们并不是男女朋友, 沈景明从没有对我说过我们交往吧, 我也从没有对他表露过什么, 我告诉自己, 我跟他玩就是想跟着他见见世面, 毕竟我是演员嘛, 多见世面, 多体验人生, 总是好的, 但我没想到有一天沈景明会对我说, 我们结婚吧, 那天是我找的吃饭地点, 一个新开的网红餐馆, 藏在那家鼎鼎大名商场的五楼, 吃完饭下到一楼, 我们突然看到很多人提着购物袋从眼前走过, 我想起来这几天他们这里搞电庆, 好巧不巧, 我们站的地方是我一直想要的一家珠宝店门口, 沈景明一定是看到了我眼里的光, 因为他脸上又露出了那种似笑非笑的表情, 我觉得沈景明像等了这个时刻好久似的, 他像在说他早知道, 今天我找这个地方是有预谋的, 现在果然印证了他的想法, 我突然感到很好笑, 我回想起跟他在一起的日子, 他似乎总在等着我露出物质女的马脚, 然后呢, 他在露出一副早就知道的姿态, 对于他这么孜孜不倦地挑我的刺, 我也很明白, 虽然我也曾对他流露出对娱乐圈光鲜亮丽生活的渴望, 我也像别的女孩一样, 爱穿漂亮衣服, 爱买包买化妆品, 但我的行为举止看起来又像个好女孩, 我长发飘飘, 妆容清淡, 随时随地保持着优雅的体态和温柔的笑容, 我也从没有像他朋友身边的女孩那样跟他要过东西, 甚至他请吃饭我都会买两杯咖啡回一下里, 或许我这个样子在他眼里就是装, 所以他随时在期待我翻车, 怎么讲, 看好女孩翻车, 看坏女孩吃苦, 是他们这些闲散富二代最大的恶趣味, 我原本想干脆就如他所愿翻一回让他出出血, 但是转念又一想, 算了, 他这么看不起我, 以后我也不想再跟他有一点交集了, 到底拿人家的手短会后患无穷, 但项链我是要买的, 要是以前我会怕他误会我要他掏钱就直接走了, 可今天我才不想再顾虑他, 沈景明跟在我身后进来, 我在挑项链, 他也在一旁乱看, 最后我挑了那款很多博主在种草平台晒过的四叶草, 是的, 我其实就那么肤浅, 会爱所有女孩都爱的东西, 也会想拥有别人没有的东西, 但我不觉得这样就要被人瞧不起, 贵姐正在给我包装项链, 沈景明忽然跳到我身后, 有你这么快就挑好了, 我对他已经没什么热情, 于是只闷闷地恩了一声, 把这款戒指也给他包起来吧, 他忽然在背后说, 贵姐很快答道, 好的先生, 我赶紧抢先拿过来看了看标签, 在心里一估算价格得二十来万, 我差点没昏厥, 我不要, 我只要项链, 我对贵姐说, 沈景明靠在柜台上玩味地看着我, 你不要, 他大概觉得我是要他付钱, 戴着这么好的戒指, 应该不要白不要, 我不要, 我买不起, 我淡淡地说, 沈景明笑了一声, 我给你买, 我立刻回击他, 你算我的哪根葱啊, 我要你给我买, 沈景明愣了愣, 然后扑斥一声笑了, 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面呢, 以后我是不是可以叫你一声小辣椒, 我没理他, 拿起项链静直到收银台, 但沈景明也拿起戒指跟着递过来, 一起结, 我真的生气了, 我都说了我不要, 我都说了我给你, 你给我我为什么就得要, 我不管不顾地冲他说, 我跟你说沈景明, 我不是在故作矜持, 我也不是在放长线钓大鱼, 我就是不想要你买的东西, 沈景明很无赖地说, 你没再钓我吗, 可我怎么觉得你已经钓到了呢, 为夏月影, 这是求婚戒指, 你还是不想要吗, 你疯了, 我知道他喜欢逗我, 但不知道他居然会拿这种事逗我, 没有, 我是说真的, 我们结婚吧, 我感到世界一下静止了, 其实在他那么认真看着我的眼睛的时候, 我就相信了他这次不是逗我的, 可是我还是很傻地问, 你不是看不起我这样的女孩吗, 为什么还要跟我结婚, 他笑笑说, 看不起你会想和你结婚吗, 我不会娶我看不起的女人的, 那之前是先入为主, 对你有偏见, 可是后来就发现我错了吗, 可我还是觉得一切都不真实, 我又问了一遍, 你为什么想和我结婚呢, 你漂亮, 温柔, 有气质, 性格也不复杂, 是很多男人理想的妻子, 她看着我, 脸色很平静, 我呆呆地看着她, 然后说, 好, 我有什么理由不答应她呢, 她年轻, 帅气, 家境富有, 失业有成, 是很多女人理想的丈夫, 于是, 我们开始以情侣的身份, 出现在家人和朋友面前, 开始一起筹备婚礼, 然而我们谁都没有, 问过对方那个问题, 你爱我吗? 婚礼之前, 曾经有无数次, 我想问一问她, 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我也没问过, 自己爱不爱她, 如果我不知道她爱不爱我, 那我搞清楚, 自己爱不爱她也没有意义, 反正无论如何, 我都决定嫁给她了, 我们就这样步入了婚姻, 婚后, 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是别人口中的跨越了阶级, 和沈景明一起参加电影活动, 我会和他一起被安排在第一排, 有很多记者会约我做专访, 而我只会答应家居杂志的邀请, 以彰显沈景明的财力, 以及我这个新近贵妇的艺术品味, 奢侈品店的贵节, 也会把新款的包给我送到家里, 似乎是一夜之间, 像张爱琪那样感受万丈荣光的待遇我, 就拥有了, 我和沈景明的婚房是一座郊区别墅, 那是他父母送给我们的礼物, 我在里面让人为我打造了一件舞蹈室, 我知道在现在这个阶级里, 能撑起我底气的东西不多, 而好身材, 优雅的一态, 得体的气质是其中之一, 所以我必须每天都要跳舞, 也是因为我跳舞, 不管真心还是假意, 别人也会称我一生艺术家, 除此之外, 温柔懂事算是我的加分项, 因为我这样的性格很合沈景明父母的心意, 虽然沈家父母有阿姨和司机, 不过还有很多事他们觉得只有自家人才能做, 比如陪着他们去各地的寺庙上香, 比如帮他们安排各种节日的家宴, 比如操持沈景明弟弟, 妹妹的婚礼, 我和沈景明结婚后的三年内, 他的弟弟, 妹妹也先后都结了婚, 他们都和沈景明一样, 二十来岁就步入了婚姻, 外界都传言这是沈家的家风, 不允许家里的孩子像别的二代那样, 拿着父母的钱贪玩败家, 我原也以为是这样, 可是公共寿宴那天, 偶然听到我婆婆和她女儿聊天才知道, 是因为我公共身患某种疾病, 万一发作她的生命随时会走到尽头, 在对生命消失的恐惧面前, 一个父亲最大的心愿, 还是想看到儿女都成家, 我顿时明白, 沈景明作为大哥, 结婚对他来说是一件很迫切的事, 可我还是觉得夏月影配不上我哥, 沈景明的妹妹说, 我一直都知道的, 她和她的二哥都看不上我这个大嫂, 你真傻呀丫头, 你大哥要找个像你二嫂家式那么好的女孩, 她有了越加的资源和人脉, 你和你二哥还能压住她吗? 妈, 你跟爸爸总这样防着大哥? 我跟二哥都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 我们不在乎和大哥平分家产, 你们也真是的, 小时候让我和二哥把大哥当亲哥哥对待, 长大了又让我们和他对立, 你们不分裂吗? 小时候只是让你们分一锅饭, 现在是分几十上百亿的家产, 能一样吗? 婆婆说得很理直气壮, 虽说你们三个都是我跟你爸一把屎一把尿养大的, 但我们心里到底对亲生的会偏心点? 这也是人之常情啊, 妹妹也不知是被气到了, 还是觉得婆婆说得有道理, 一时间没吭声, 只听到婆婆继续在那边说, 你大哥也是真的精明。 她猜到我和你爸的心思, 结果还真找了个这么合适的老婆, 样子好看能撑起我们沈家的门面, 但又没什么本事只能打点些家务, 算他有心了, 你爸爸说了, 以后真要分家也不亏待他。 原来沈景明是因为这样才选我和他结婚的, 我家境比不上他们大富大贵, 却也很体面, 我没什么本事, 却也是正经大学毕业, 我见识比不上那些富家女, 却又长得漂亮, 能带出去。 多合适啊我, 既讨好了他父母, 也不丢他的脸。 原来真的只是这样, 一个漂亮, 温柔, 有气质, 性格也不复杂, 他心中理想的妻子。 其实我心里又有什么不舒服的呢? 我也不过贪图他年轻, 帅气, 家境富有, 事业有成。 大家互为对方的工具人, 我不是一开始就很明白吗?